第1621章风毛 战家老祖 还有四个神武者 收起了两个青年的灵魂之后 王晨却是站在原地 喃喃着自语道 他眉宇之间 露出了一丝凝重的神色 下一刻 王晨却是眼中金光流动 山谷进不去 那便让你们出来 王晨喃喃着说道 话音落下 他身形一闪 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既然山谷之内 危险无比 那王晨便不算进入山谷 让山谷之内的人出来 然后 他再来一个个个急迫 如此一来 战家藤家 还能如何 以王晨如今的实力 只要那个战家老祖 并非悬跃高阶的强者 那么 他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 就算是悬跃六级的强者 如今王晨也有把握在 他手中逃生 什么 死了 在王晨斩杀藤家和战家两个青年 在一次没入到荒原脊梁当中的时候 在山谷之内 此刻 一个满面色红润 白须飘扬的老者 却是猛然瞪大了眼睛 看着面前的一个中年男子 大声的喝道 同龄一般大小的眼睛瞪大 老者面色有一些扭曲和难堪 看着中年男子手中 早已经破碎了的两个命牌 他的面色猙獰 扭曲 死了又死了两个人 两个准神武者级别的强者 这可是他们藤家和战家未来的希望啊 这几日时间 他们藤家和战家损失惨重 短短数日时间 便是损失了四个神武者 两个第五者 两个准神武者级别的强者 一共八个人 这八个人放在天玄大陆 哪一个不是一方强者 但是 这才区区几日 区区几日 八个人的损失 这几乎比往常 在天玄大陆数年 乃至十数年的损失都要更大了 这让老者面色能好看 混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 是谁做的 面色扭曲 老者宁生怒喝道 已经找到他们最后失恋之地 但是 没有看到尸体 与 与之前 被王臣斩杀的三个神武者一般 尸骨无存 在老者的怒火当中 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面色显得沉重 这一番话 虽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复 但是 意思确实已经在清楚不过了 在他看来 这件事情 不出意外就是王臣所做的啊 王臣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老者面色扭曲了起来 他咬牙切齿地怒喝道 王臣 这个该死的家伙 他带给了湛家多少耻辱 带给了湛家多少的损失 如今 更是在魔界之内做威作福 不断斩杀他们滕家和湛家的后辈 这简直就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另外 另外 我们 我们也找到滕燕儿的尸体了 他 死了 是被人掐死的 死在万米之外的一个隐蔽山谷当中 而且 尸体被掩埋了起来 此事 很可能也是 王臣所为 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之后 又是小心翼翼地说道 滕燕儿 这个消失了两日的女神舞者 尸体今日已经被找到 靠着滕家秘法 他们找到了滕燕儿所在 可惜 早已经成为了尸体 又是王臣 老者面色铁青 狠狠地说道 碰 话音落下 他一掌落下 在老者面前的那一张木桌 请客之间四分五裂 化为碎片 他心中无尽地怒火 此刻无处发泄 好 很好 王臣 你很好 老者深吸一口气 然后怒急返校 找 给我找 哇 第三池也要给我找出王臣 我定要亲自将死子斩杀 深吸一口 强行压制下了自己的怒火 老者怒气冲天的喝道 必须找出王臣 否则 他们占家和滕家 必然是永无宁静之日啊 可是 听到老者的话 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 王臣的实力强大 若是贸然寻找 恐反遭袭击 危机重重 我看 不如再等待些许时日 我滕家那边已经派来两个老祖 滕彪老祖也是亲自前来 他们会 中年男子看着战家老祖征询道 滕彪等人亲自过来 战家老者眼睛一眯 我战家那边也派出了两个强大神武者 既然如此 那边将所有人都召回 这几日 大家小心行事吧 老者沉吟了一下之后 陈生说道 虽然 心中怒火万丈 虽然 他很不甘心 但是 如今 却是只能如此了 正如中年男子所说 如今 王臣的实力 显然今非昔比 比起当初 他强大了不知道多少 如此情况之下 贸然寻找只会反遭袭击 与其如此 不如坐等强缘到来 此番 他们定然要将王臣铲除 去 将荒原及粮之内 所有弟子召集回来 这几日 小心行事 想到此处 老者很快传达了他的指令 老祖 老祖 但是 就在这个老者下达这个要求的时候 原处却是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 羞羞 下一刻 一道身影迅速地冲到了 湛家老祖的面前 何事如此慌张 看着冲到自己面前的男子 湛家老祖眉头一皱 不悦地问道 不好了 老祖 湛林和成颖的命牌 破碎了 面对湛家老祖的贺问 男子面色一苦 连忙说道 刚才 才破碎了两个命牌 现在却是又破碎了两个命牌 一日之内 四个命牌破碎 这代表着四个人陨落啊 就算是男子 此刻也是叫苦不迭 郁闷无比 愤怒无比 什么 这个消息 让怒火刚刚逐渐平息下来的湛家老祖 在一次怒火冲天 瞪大了眼睛 湛林 这可是他的亲孙子 成颖 也是湛家西娜的周边人员当中的精英之一 这两人的命牌 竟然 林儿的命牌 当真破碎 深吸一口气 老者面色难看地询问道 破碎了 与成颖的命牌先后破碎 男子唯唯诺诺地说道 他清楚 这湛林在湛家老祖心中的地位 这可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孙子啊 此番 原本是不打算让他进入魔界冒险的 但是 湛林非要前来 耐不住湛林的哀求 湛家老祖便是允许他前来 而且 亲自保护湛林 甚至 就算外出历练的时候无法亲自保护 湛家老祖特地更是带来了成颖 成颖的实力 那可是早已踏入到神武者层次了 如此实力之人保护湛林 也可以看得出来湛林在这个湛家老祖心中的地位 但是 谁想到 就算如此 如今湛林和成颖却还是双双陨落了呢 混蛋 得到了确认 湛家老祖身体一个亮枪 朝着后方退出两步 面色苍白了起来 混蛋 王晨 李欺人太甚 湛家老祖终于忍不住咆哮了起来 我杀了你 话音落下 湛家老祖身形一闪 便是要朝着山谷之外冲去 这一刻 他哪里还会去想那么多的事情 湛家老祖的心中 早已经只剩下了仇恨 这可是他最疼爱的孙儿 也是唯一的孙儿啊 从小他就一直是捧在手中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在他的细心培养之下 耗尽了不知道多少资源 湛林总算是冲入到了准神武者级别 这一只是湛家老祖骄傲的事情 但是 如今 这个孙儿确实允命在了王晨的手中 这让湛家老祖如何能够接受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什么忍耐 什么等待 这都是狗屁 他只想着报仇 杀了王晨 唯有杀了王晨 将他王家覆灭才能够一泄心头之恨 老祖 不可 见到湛家老祖失去了理智一般的朝着外面冲去 腾家的中年男子着急了 现在若是贸然冲出去 必然危险无比啊 情绪失控之下 湛家老祖很可能陷入到王晨的圈套当中 若是如此的话 那就糟了 如今 王晨的举动 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 断然不能上当啊 为今之计 必须尽快召集所有人员归来 大家齐聚一处 相互掩护 再从长计议 如此才是正确的做法 滚 谁敢挡我 我便杀谁 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腾家中年男子 湛家老祖双眼赤红 他大声地怒喝道 现在的他 才不管挡在他面前的是谁 同时艾孙 已经是让这个湛家老祖疯魔了 只有杀了王晨才能够平息 他现在断然是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啊 若是腾家中年男子执意要挡他去路 他当真是会下狠手的 周身气势滚滚而动 大浪滔天 感受到这一点 腾家中年男子面色变得有一些苍白了起来 滚 正在此时 战家老祖一挥手 呼呼 狂风之下 腾家中年男子直接被掀飞了出去 羞羞 身形一闪 战家老祖转眼之间便是消失在了当场 不好 老祖看到这一幕 后方留下的两人焦急万分 不好了 这一下麻烦了 李家老祖必然上当啊 这该如何是好 若是我家老祖在这边的话 那便好了 现在 腾家中年男子起身之后 焦急地说道 快 你去通知在外众人 全部归来 以你家老祖的实力 短时间之内 王辰想来也不能伤害到他 我现在就通知我家老祖 一咬牙 终于 腾家中年男子很快有了决定 他朝着身边的战家男子说道 现在 战家老祖离开 这边 他必须支撑起来 断然不能因此而乱了手脚 第1622章战家老祖 鲜血 流淌 空气当中 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此刻 在王辰的脚下 躺着两具尸体 这已经是王辰的第三次杀戮了 一天的时间 王辰斩杀了腾家与战家族族六人 呼出一口气 抬头看了看天色 不知不觉当中 却是已经来到了傍晚时分 直到这一刻 王辰才算是将自己的气势散去 今日 到此为止 战家老祖 你还能坐得住吗 看着远方的天空 王辰眯着眼睛 喃喃着自语道 嘴角 逐渐地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相信今天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已经足以让战家老祖疯狂了吧 尤其是那个叫做战灵的家伙 似乎还是那个战家老祖的孙子 此人被杀 战家老祖必然抓狂 引蛇出洞 这一点王辰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 他需要考虑的便是如何斩杀这个战家老祖 此番 山谷之内的所有藤家和战家之人 王辰并没有打算让他们活着离开魔界 眼中寒光唯唯闪烁 王辰抽取出了两人的灵魂之后 便是准备将他们的尸体丢入到修罗领域当中 给修罗王进行补充 呼呼 但是 就在此时 元楚却是突然传来了一阵狂风的呼啸声 紧接着 在逐渐暗淡下来的夜幕当中 一道身影却是迅速地朝着王辰所在的这个方向闪动而来 不过是转眼之间 这一道身影便是来到了王辰身前不足百米之外 这是一个满头影法 看起来年约六七十岁的老者 浩阳 老者出现在这边 看到王辰身后躺着的早已经没有气息了的两个 中年男子 他惊呼出声 赞浩阳 这也是此番占家前来魔戒试炼的一个准神武者级别强者 除了浩阳之外 在他的身边 还有另外一个青年男子的尸体 这是滕家之人 看到这一幕 老者目自欲裂 他怒法冲冠 长须无风而动 是你做的 愤怒之下 老者的声音显得格外冰朗 他怒目看着王辰 贺问道 听着老者的话 看着此刻出现在这边的老者 王辰的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 他全身却是已经紧绷 此人 难道就是赞家老祖 感受着这个老者身上散发出来的那强悍的气息 看着他的年岁 王辰心中却是已经暗暗地想到了他的身份 这更是让王辰不敢大意 你是王辰 又是深吸了一口气 老者看着王辰 眉头紧锁着贺问道 虽然很是愤怒 但是 此刻的他 怎么可能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王辰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王辰的模样 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刻入到了战家和藤家每一个人的心中 王辰 是他们最想要斩杀的人 今日 赞家和藤家人员接连遇难 这件事情 在他们看来 也必然就是王辰所做 但是 现在 看到眼前出现的男子 容貌却与王辰有着太大的不同 老者都不免疑惑了起来 听到老者的话 王辰心中冷笑了一声 他 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身份 最起码 现在还不能 看来 这人皮面具当真是能够很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 既然如此 那就不需要跟老者说那么多了 王辰小心地看着眼前的老者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哼 不说 也好 不管你是何人 敢杀我战家之人 今日 你都必须死 见到王辰没有回答自己的话 老者心中更是愤怒 一番话 从他的口中说出 霸道无边 杀鸡凌然 眼前的这个人 无论是不是王辰 这都已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眼前的浩阳和藤家青年 就是眼前此人所杀无遗 既然如此 他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 他所能够面对的只有一个结果 那便是死亡 通 话音落下 气势炸开 老者长发飞扬 长袖舞动 这一刻的他 在周深气势彻底的释放而出之后 站在那边 便是给人一种恍若泰山的感觉 难以撼动 那一股气势 犹如海浪不断地朝着王辰席卷而来 大风当中 王辰甚至都感觉有一些窒息 全越六级强者 感受到老者的气势 王辰眉头一皱 心中暗惊 不愧是战家最强大的老祖之一 全越六级的实力 这已经足够强悍 这个实力 让王辰心也是沉了下来 全越六级 如今的自己 很难将其斩杀 若是大战 根本讨不到什么好处 这个察觉 让王辰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四方天应 眼神一闪 下一刻 王辰却是手腕一翻 迅速地祭出了四方天应 既然对方的实力强悍无比 那自己就必须占据先机 去 混沌之力猛然贯注而入 王辰大声喝道 轰 四方天应在混沌之力的贯注之下 狠狠地站斗了起来 转眼之间 这四方天应便是化为一座小山 在王辰一挥手之间 便是化为流光朝着战家老祖奔袭而去 李氏王辰 看着王辰突然祭出四方天应朝着自己砸落而来 老者的面色一变 大声地怒吓道 四方天应 他知道王辰的身份了 虽然 才来到魔界没有太长的时间 虽然一直在荒原脊梁当中 对魔界之内的事情不了解 但是 老者确实知道四方天应 这几日 荒原脊梁混乱不堪 主要原因便是不知道多少人前来此地追杀王辰 追踪四方天应 四方天应便是如今王辰手中最大的法宝 所以 这一尊四方天应很快地让老者认出了王辰的身份 哼 王辰 今日 你这是找死 认出了王辰的身份之后 战家老祖大声地怒吼道 感受着四方天应当中蕴含的无穷威力 他的脸色肃然 眼中却是杀鸡疯狂涌现 下一刻 身形一闪 这战家老祖竟然的不退反进 破 一声怒喝 战家老祖竟然是一拳直接朝着四方天应轰了过去 拳头之上 光芒闪烁 无穷无尽的真缘之力 此刻凝聚而出 化为一层厚厚的圈套保护着他的拳头 轰隆隆 在狂风当中 战家老祖的这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四方天应之上 顷刻之间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爆发而出 大地开始战斗 空中 狂风呼啸 天上 乌云密布 那一层层的气浪犹如食指一般地朝着四周四面而去 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 搅动天上风云 在战家老祖的这一局之下 王晨祭出的四方天应竟然就是这么硬生生的定格在了半空中 再也无法有丝毫的前进 滚 脸色别的通红 四方天应的势头虽然是被自己的一拳抵挡下来 但是战家老祖此刻却是不好受 四方天应当中蕴含的恐怖威力还是让战家老祖大吃一惊 体内的气血翻滚 他差一点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那一双铜铃般大小的眼睛 瞪得大大的 手臂一震之下 天应狠狠地被震飞了出去 四方天应 第一次 在交锋当中 如此落在下风 全越六级强者的实力 远比强大想象的更加强大 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有一些苍白 四方天应被震飞出去的一瞬间 王晨的身形也是连连倒退而出 伸手抓住了被震飞回来的四方天应 王晨眼神变幻 哼 王晨 那命来 轰飞了四方天应 见到王晨倒退而去 战家老祖强行压制自己翻滚的气血 身形一闪 带着猙獰的脸色 却是再一次朝着王晨冲了过去 羞羞 身形闪烁 化为流光 不过是一瞬间的功夫 他便是已经冲到了王晨的前面 一丝青光暴闪 寒冷的气息 让王晨恍如跌落到了冰窖当中 他连忙下意识地双手抵挡而去 轰 撞击声爆发而开 扑斥 鲜血飘洒之下 王晨整个人再一次被震飞了出去 冰 倒飞而出 王晨脸色骇然 连忙凝结手印 手腕一抖 冰自觉凝聚而出 羞羞 长冰现世 在王晨的控制之下 朝着追击而来的战家老祖轰了过去 雕虫小记 冰自觉 虽然足够强大 但是 王晨的实力还是太弱小了 拳跃二级的实力 这一刻 王晨甚至没有来记得开启八门盾甲 如此之下 他施展而出的冰自觉 在弦跃六级的战家老祖眼中 那又算什么 看着横飞而来的长冰 战家老祖眼神一鸣 伸手抓取 弄弄弄 碎裂声传来 一道道裂纹犹如蜘蛛网一般 瞬间遍布长冰之上 丁 清脆的碎裂声传来 那九字真言凝聚而出的冰自觉 竟然轰然破碎 化为无尽碎片消失五宗 王晨神魂一顿 脸色越发的苍白 修罗领域 但是 他却是强忍着此刻气血翻滚带来的难受 强忍着之前承受霸道一级之后 带来的疼痛 迅速地捏出符印 不开启领域 他是根本不可能与战家劳组对抗的啊 维京之计 剩下的 便是只有修罗之王了 六臂修罗王 那弦阅中阶强大的实力 或许可以帮助王晨对付战家劳组 否则的话 第1623章血脉险危 上 空间扭曲 转眼之间修罗战场降临 轰 气浪翻滚 修罗战场呈现在了王晨和战家劳组的眼前 骤然之间 修罗领域降临 以王晨如今的神魂强度 领域不过是一瞬间就完成了 这速度 甚至是让战家劳组来不及躲避 空间领域 站在修罗战场之内 感受着这边暴虐的气息 战家劳组眉头紧锁了起来 没想到 王晨竟然这么快施展出了领域 甚至让他躲开的时间都没有 这速度 让战家劳组都感觉差异 修罗之门 开 但是 王晨哪里会给战家劳组更多的时间 随着修罗战场出现 王晨迅速地开启了修罗之门 修罗 出 又是浮印捏出 王晨沉声喝道 弄弄弄 转眼之间 修罗之门浮现而出 下一刻 无边修罗迅速冲出 面对弦跃六级的强者 修罗王直接出现 已经是无法战胜了 如今 修罗王虽然已经进化到了六臂修罗的层次 但是 也不过是弦跃中阶的实力罢了 而且 出入六臂修罗王层次 他的实力 未必能够比得上战家劳组 在如此情况下 便是需要无尽的血肉祭奠 只有如此 才能够大大提升修罗王的战斗力 这也是为何王晨会不断地召唤修罗出来的目的 修罗 随着修罗之门开启 无边修罗涌出 看到这一幕 战家劳祖脸色更是猛然一变 他没想到 王晨竟然领悟了修罗之道 他凝聚而出的这个领域 竟然是修罗领域啊 这可是世间六道之一的修罗道 如此领域 已经算得上是大道领域了 最顶尖的领域之一 这王晨 竟然有如此机缘 这更是让战家劳组杀机增加了不知道多少 同时 随着这些修罗出现 他不得不放弃了破坏领域的想法 否则的话 他必然遭受到这些修罗的重创 杀 面色难看 战家劳祖手腕一抖 一柄长枪骤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呼呼呼 长枪舞动 风声呼啸 清光漫天 手持长枪 战家劳祖朝着修罗裙杀去 脚下生风 转眼之间 他便是直接杀入到了数百修罗之中 扑扑扑 轰轰轰 沉闷的穿透声 猛烈的撞击声 下一刻不绝于耳 却悟 开始弥漫 血肉横飞 场面变得极度血腥和恐怖 鲜血狂飘之下 甚至形成了一阵阵血雨弥漫 这战家劳祖所过之处 血流成河 所有修罗 土崩瓦解 这些强悍凶猛的修罗 如今 根本都不是战家劳祖的一招之敌 全越六级的武者 太强悍了 王晨 那命来 面色猙獰 挂着修罗的鲜血 这一刻 战家劳祖便仿佛是地狱当中 出来的魔鬼一般恐怖 他根本就是放弃了撕裂领域冲出去的打算 就算是修罗战场又如何 这些修罗的实力根本不够强大 至于王晨 他的实力 根本无法对自己形成多大的威胁 既然如此 他便是要在此处直接将王晨斩杀 心中的仇恨 愤怒 这一刻已经滔天 身形暴闪之下 转眼之间 长枪便是斩杀了数百修罗 所过之处 犹如切瓜砍菜 王晨召唤而出的修罗转眼之间 所剩无几 这些修罗的实力根本就无法阻拦战家劳祖的步伐 不过是片刻的功夫 战家劳祖杀出一条血肉铺垫而成的道路 他杀到了王晨的跟前 天五步 见到这一幕 王晨的面色骤然一变 修罗领域 毕竟不是万能的啊 这实力差距 太大太大了 一边继续捏出符印召唤修罗 另外一边 王晨迅速地开启朱雀之眼 启动了血脉之威 同时 脚下天五步踏出 血脉镇压 一声怒喝 王晨周身气势澎湃而出 血脉镇压 以如今王晨皇者级的血脉 威势可谓是无边无境 尤其是面对战家劳祖那位神武血脉 他更是有着绝对的镇压能力 甚至 比起镇压其余的血脉 王晨的皇者级真身血脉镇压位神武血脉威力更是大增 有着难以想象的威力 滑滑滑 伴随着王晨的怒喝声 那其实犹如海浪一般 一浪高过一浪地朝着战家劳祖覆盖而去 以 这事 直到此时 战家劳祖脸上终于是露出了骇然的神情 王晨身怀真身血脉 这件事情他是断然不知道的 所以 此刻 感受到这一股威压 战家劳祖的脸色狠狠地变换了起来 他感觉到 自己的血液 这一刻竟然仿佛是凝固了一般 体内气血骤然翻滚 让他忍不住张口之间 吐出了一口鲜血 刷 脸色变得有一些苍白 恐惧的眼神第一次出现 以 你竟然 竟然有真身血脉 战家劳祖满是骇然的惊呼道 真身血脉 这代表着什么 战家的人是最清楚了的 这可是战家隐藏最深的秘密 数千年来 战家虽然后称拥有神无血脉 但是 却是一直生活在那的阴影当中 在六大家族之内 战家地位逐渐降低 更是被不知道多少人鄙视成为了畏神无血脉 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痛 数千年来 战家的所有人都企图扭转这个局面 扭转他们的名声 摆脱真身血脉的阴影 事实上 几千年来 他们逐渐地做到了 如今 除了六大家族之外 对那一段历史之道的人 又有多少 战家 依旧是六大家族之一 至于真身血脉 在战家之人看来 不过是早已经覆灭了罢了 但是 现在王臣的身上竟然出现了真身血脉的气息 而且 气息竟然如此的浓郁 这让战家老祖能不骇然 你 你怎么会 瞪大了眼睛看着王臣 战家老祖大声地质问道 难道是神武之珠 数千年来 战家一直在寻找的神武之珠 这是神武战家最宝贵的宝物 当初 真身血脉神武战家便是靠着这的宝物改变常人的血脉 产生了未血脉 为血脉威力强悍无比 这就是如今战家一脉 只可惜 千年之前 神武之珠便是消失了 十数年前 北疆王家 他们怀疑拥有神武之珠所以前往寻找 难道 是神武之珠改变了王臣的血脉 不 你 你是那个人 那个人的后代 只是 刚想到这边 战家老祖很快便是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就算是神武之珠 也只能让神武血脉达到完美纪罢了 这 依旧是神武血脉 或者称之为魏血脉 但是 王臣现在这一股气息 那却是真身血脉的气息 皇者及真身血脉 这已经不是神武之珠能够做到的了 王臣 是当初逃出去的那个战家女人的后代 竟然在沉寂了千年之后 真身血脉在王臣这一代 在他的身上被启动了 这 这一切 此时 确实让战家老祖脸色苍白了起来 身体甚至微微颤抖 真身血脉 他知道 这个血脉 对战家意味着什么 在真身血脉的面前 他们体内流淌着的为血脉 很难有抵抗之力啊 尤其是实力相差不是巨大的情况下 血脉镇压有着绝对的威严 这一刻 一股巨大的危机开始在战家老祖的心中蔓延 王臣 我要杀了你 只要杀了你 真身血脉便会消失 我更能炼化你的血脉提升我的血脉 疯狂之下 战家老祖脸色一变 然后却是大声地咆哮了起来 体内翻滚的气血让他此刻心乱如麻 那种窒息的感觉 更是让他脑中充满了狂暴的念头 哼 奴隶一族 也胆敢自称神无血脉 今日 我便收当初战家赐予你们的一切 为血脉 没有存在的必要 看着疯狂的战家老祖 王臣眯着眼睛 他冷恒了一声之后淡淡地说道 话音落下 王臣周身混沌之力疯狂运转起来 在血管当中 无尽的鲜血 这一刻似乎开始澎湃 仿佛他们找到了克制的对象 这一股血脉之微疯狂地朝着战家老祖覆盖而去 轰 轰 轰 一股股的气势 那便仿佛是雷霆之力 每一股气势镇压而去 战家老祖的动作 都是迟缓一分 每一份气势镇压而去 战家老祖的脸色都是更加苍白一份 若不是他拥有强大的弦跃六级实力 现在早已经在王臣的血脉镇压当中趴下了吧 不过 就算这战家老祖还在坚持 却也是好不到那里去 他的实力 早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血脉镇压带来的效果 比王臣想象当中的好很多很多 既然有如此效果 王臣逐渐地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之前 王臣既出修罗战场 他并没有真正想过能够将一个 弦跃六级的强者斩杀在其中 他要做的就是重创 拼着修罗王重伤的可能 他要重创战家老祖 然后趁机杀回山谷当中 剿灭藤家和战家剩余的那些人员 之后 守住戴兔等待重伤的战家老祖归来 从而一举斩杀 但是 现在王臣却是不打算这么麻烦了 他 要在这边直接将这个战家老祖斩杀当场 第1624章血脉显微 下 在想法转变之后 王臣的气势一时间更是强盛了起来 无边的修罗被他召唤而出 体内的真身血脉滚滚涌动 无穷无尽的气势犹如海浪一般 咆哮而出 战家老祖覆盖而去 战家老祖想要斩杀王臣 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在王臣的血脉镇压之下 在那恐怖的真神血脉气势之下 战家老祖的脸色苍白 他一面抵挡着王臣那恐怖的气势 另外一面 却也是抵挡着 无穷无尽无穷的修罗进攻 在如此境地之下 战家老祖较苦不迭 他 此刻能够顺利逃脱 这个空间就算是不错了 和谈斩杀王臣 那真神血脉气息的镇压 对他体内的微神无血脉带来的伤害 却是无穷无尽的 战家老祖的力量 在这一股气浪之下 最起码是被镇压了三四层 四方天应 深吸一口气 看着此刻战家老祖疯狂地抵挡 王臣嘴角挂着冷笑 无尽的修罗纠缠之下 这战家老祖已经是手忙脚乱了 现在四方天应祭出 王臣便是打算将这老嘴斩杀 去 手腕一番 王臣大声地喝道 通隆隆 混沌之力灌注而入 黑光冲天 龙吟之声不绝于耳 四方天应再一次被王臣催发而开 转眼之间 这一枚天应遮天盖地 化为了恐怖的大山朝着战家老祖 狠狠地覆盖和压制而去 通隆隆 大地战斗 在这一股气势之下 整个修罗空间都随之晃动 嗷嗷嗷 九条神龙飞升而出 对战家老祖进行进一步的禁锢 混蛋 看到这一幕 看着飞升而来的九条神龙 看着落下的四方天应 战家老祖脸色苍白 他 这一刻已经陷入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当中 现在的他 在血脉镇压之下 根本就发挥不出实力啊 或许 此刻他的实力甚至是被压制到了只有弦越五级的层次 这样的实力 比起弦越六级不知道差了多少 滚开 手中长枪横扫而出 战家老祖不甘心的怒喝道 嗅嗅 清光闪烁 那光幕笼罩整个修罗战场 一层层恐怖的气浪 在长枪之下 朝着四周蔓延而去 扑扑扑 光雾所过 无穷修罗瞬间四分五裂化为血肉横飞出去 嗷嗷嗷 同时 长龙的悲鸣声传来 九条神龙竟然也只是在这一招之下 便是被斩杀了三条 但是 剩余的六条真龙却是在长孝声当中化为精光 再一次朝着这站家老祖席卷而去 九龙阵法再次凝聚而出 虽然缺少了三条神龙 但是 剩余六条神龙凝聚而出的九龙阵法此刻威力却也是不小 六条神龙相互缠绕 这一刻 犹如牢笼一般的将战家老祖禁锢其中 轰 轰鸣声当中 四方天硬狠狠杂落而下 在最关键的时刻 避无可避的情况下 战家老祖能够选择的只有手持神兵狠狠地抵挡而去 长枪之上青光暴闪 这一刻 战家老祖也是将自己的真元力无尽地注入进去 轰 轰鸣的撞击声传来 整个修罗战场 在这一次的撞击当中 剧烈的战斗和谎动了起来 黄沙狂飞 铺天盖地 这一刻 修罗领域便仿佛是要毁灭了一般 天空之上四方天硬的黑色光芒与战家老祖手中长枪爆发出来的黑色光芒焦香灰映 亮光光芒各占据半边天空相互焦灼 看得人惊心动魄 轰 在这样的僵持当中 终于 又是一阵轰鸣声爆发而出 下一刻 身形茫然一阵 藤家老祖张口之间喷洒出一口鲜血 身形暴退而去 同时 四方天硬 也是狠狠一阵 朝着后方反弹而去 迅速缩小 再次返回到了王臣的手中 脸色刷得一下苍白起来 王臣也是狠狠地退出了两步 修罗之王 一面保持着对战家老祖的血脉镇压 王臣一面迅速地召唤出了修罗之王 在自己的血脉镇压之下 他借助四方天硬重伤战家老祖 现在 是召唤出六臂修罗王的时候了 轰轰轰 修罗之门站抖了起来 在王臣的召唤之下 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冲出修罗之门 六臂修罗王此刻降临在了修罗战场当中 杀 一声怒吼 六臂修罗王在空气当中淋漫着的血腥的刺激之下 疯狂了起来 三头六臂 虎虎声风 咚咚咚 身形煽动 脚步踏出 大地战斗 狂杀飞扬 转眼之间 六臂修罗王便是已经杀到了战家老祖的身前 杀 一声怒吼 六臂修罗王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朝着战家老祖攻击而去 这六臂修罗王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着六臂修罗王 战家老祖脸色更是难看了起来 没想到 王臣竟然能够在领域之内召唤出六臂修罗王此等厉害的家伙 这六臂修罗王最起码是有着弦跃中阶的实力了啊 甚至 达到了弦跃五级以上 若是自己的血脉没有被镇压的话 他或许还对六臂修罗王补剧 但是 现在 在王臣的血脉镇压之下 他不但是实力大打折扣 更主要的是 神无血脉的一些能力也彻底的被压制根本无法施展出来 在如此情况下 他又怎么可能是修罗王的对手 轰轰轰 轰鸣声不断 长枪舞动 战家老祖这一刻能够做的只有不断的抵挡修罗王疯狂的攻势 三头六臂 修罗权杖 这一刻 修罗之王在血腥的刺激之下 将实力展现到了极致 这已经是弦跃五级的实力了 战家老祖被压制之后也不过是如此的实力罢了 加上他之前在四方天硬的镇压之下已然受伤 他又怎么可能取得优势 如此情势之下 在修罗王的狂攻当中 战家老祖节节败退 轰 一次激烈的撞击之后 战家老祖终于是逼退修罗王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扑痴 但是体内的伤势在激烈的战斗当中 却是在一次被牵引 让他张口又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形一阵 战家老祖又是倒退了两步的距离 他的脸色 这一刻变得越发的苍白了起来 四方天硬 但是 不等战家老祖有太多喘息的机会 王城的四方天硬却是再次祭出 轰 四方天硬落下 那无边的气势 让战家老祖脸色狂变 只能再次抵挡而去 轰隆隆 长枪战斗 战家老祖在门横声当中 再次吐出一口鲜血 身形却是犹如炮弹一般的被轰飞了出去 这一次 在四方天硬的攻击之下 他更是吃了大亏 杀 趁着战家老祖被轰飞 修罗王却是连忙追击而上 修罗之王 血脉镇压 四方天硬 在王城与修罗王的配合当中 此时此刻 战家老祖哪里有喘息的机会 他只能疲于应对 身上 早已经是被鲜血染红 此时此刻 战家老祖哪里还有之前的威风 他犹如丧家之犬一般 连连败退 脸上没有了一丝血色 身上更是出现了不知道多少的伤痕 这一刻的他 几乎的凭借着最后一口不敢的气在支撑 若不是如此 相信他早已经是轰然倒地了吧 不过 饶是如此 这战家老祖却也已经是成为了强母之末 他又能够坚持多久的时间 在狂风骇浪一般的进攻当中 战家老祖再一次被王臣四方天硬轰飞 这一次他确实没有了那么好的运气 还未等他落地 王臣手腕一番 万鬼令一起祭出 血脉镇压带来的巨大反噬 此刻却也是让王臣难以承受 他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解决战斗才行 所以王臣祭出了最后的手段 万鬼之王 在这修罗空间之内 王臣第一次施展万鬼令 但是 却是关键无比 万鬼之王 一声怒吼当中 王臣直接凝聚出万鬼之王 趁着战家老祖被轰飞还未落地的时候 这万鬼之王便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战家老祖面前 刺拉 一个撕裂施展而出 灵魂被硬生生地抽出一缕 这让战家老祖撕心裂肺地惨叫了起来 轰 正在此时 修罗王赶到 却也是一级再次将战家老祖轰飞 修罗王 恶鬼之王 四方天应 加上血脉镇压 战家老祖败相已经是显现了出来 他 没有了丝毫的抵挡之力 终于 在这样的狂轰滥炸当中 战家老祖在最后一次抵挡之后 被修罗王一级毙命 紧接着 被恶鬼之王直接抽出灵魂 声音 戛然而止 战家老祖的身形 狠狠地砸落在了地上 却是没有了一丝的生机 看着那一道漂浮在空中的茫然灵魂 看着那已经彻底断绝了气息 甚至没有来得及多说一句话的战家老祖 王晨这才长呼出了一口气 战斗 总算结束 这一刻 他竟然斩杀了一个弦跃六级的强者 这却是之前王晨联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血脉镇压带来的效果 太过明显 修罗王和恶鬼之王的配合 加上四方天印 似乎 王晨这一刻为自己开启了一道崭新的大门 他走向了一跳崭新的战斗之路 三者相互之间的融合 让王晨的战斗力 提升了何止一新半点 第1625章星夜奔袭 收起万鬼令 撤去了修罗领域之后 下一刻 王晨常呼出了一口气 他 朝着四周看了看 天色已经深沉了下来 战家 藤家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下一刻 王晨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夜幕当中 而他消失的方向 赫然便是战家和藤家所驻扎的那个山谷 一不做二不休 王晨决定连夜灭掉那个山谷 此刻 战家老祖的灭亡 让那个山谷已经没有了任何能够威胁王晨的存在 此时不灭 更待何时 夜幕之下 寒风呼啸 狼笑荒原 杀鸡 在这个夜幕之下 永远也不会缺少 但是 今日 却似乎是格外的浓重 什么 战家老祖的命牌 这怎么可能 我家老祖怎么可能失败 正在王晨朝着山谷之内赶去的时候 殊不知 这一刻 战家和藤家所驻扎的这个山谷之内 却是早已经闹翻了天 此刻 山谷当中 火光闪烁 在银掌之内 生于的四个战家和藤家的人员面色死灰的坐在其中不可置信的惊呼出声 12个人 驻扎在这个山谷之内的战家和藤家人员 原本却是足足有12个人 其中 5个神武者 一个战家老祖 还有 6个准神武者 就算日前损失了一个藤烟儿 那他们也依旧还有11人 其中4个神武者 一个战家老祖 还有6个准神武者 但是 今日 仅仅一日的时间 他们却是几乎损失殆尽 如今 只剩下了4个人 这4个人当中 除了两个神武者之外 剩下的两个便是准神武者 甚至 连战家老祖的命牌 之前在众人的注视当中都轰然破碎 这代表着什么 他们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 此时确实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战家老祖啊 这可是战家的老祖 实力强横无边的存在 然而 现在 他竟然 竟然也陨落了 这让人如何能够接受 难道那王臣的实力 竟然强悍到了如此地步 屋内的气氛 显得沉闷无比 几乎凝固成冰 众人沉默了下来 他们的面色死灰 却是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剩下的只有呼呼的喘息声 现在 这该如何是好 这该如何是好 终于 许久之后 他充满了恨意 他充满了恨意和杀鸡 却也是充满了无力和恐惧 愤怒 又能如何 他们 没有了任何的办法啊 下意识的 在场的其中三个人 下一刻都将眼神集中在了 滕家的神武者身上 他是最后的强者了 是地位仅次于战家老祖的存在 如今 战家老祖显然灭亡 那么 能够依靠的便是只有此人了啊 感受到众人的眼神 滕家神武者面色一鸣 心中却是怒骂了一声 这战家老祖 当真不是成大事之人啊 下午的时候 自己是如何说的 自己劝阻了 拦截了 但是 他却是不听不顾 硬是冲出去追杀王臣 现在 他陷入到了死局当中 最后更是陨落 这不是自作自受 那又是什么呢 想到这边 滕家神武者更是怒火冲天 他紧咬着牙关 我家老祖那边 我已经通知 明日 他便会赶回这边 另外 你我二家的更多老祖强者 已经从天玄大陆出发 一旦进入死亡大峡谷裂缝 便能够进入这魔界荒原脊梁当中 看着三人 滕家神武者沉生说道 眉头紧锁着 他似乎在担心着什么 至于现在 我们 必须走 离开这边 一拍桌子 这滕家男子很快地便是有了决断 他咬牙朝着众人说道 走 现在就必须走 快快收拾物件 我们离开此地 可是 这夜幕降临 天色已黑 荒原极凉之内 夜色之下 危机四伏 我们能往何处去 湛家神武者眉头为皱 担心地询问道 顾不上许多了 必须离开 那王臣 斩杀你家老祖之后 必然心夜狂奔 一路朝着此地赶来 他不会放过我等 以他如今的实力 我等断然不是他的对手 到时候 面色凝重 滕家神武者却是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猜到了王臣的目的 现在 甚至 王臣已经是朝着这边赶来了 若是此时不走 带到王臣到来之时 便是他们的死骑啊 只能如此了 湛家神武者无奈之下 只能是赞同了 滕家神武者的意见 他也不是傻子 知道即将而来的危险 是如何的恐怖 若是王臣杀来 他们必死无疑啊 既然如此 那就必须离开 屡气再次等死 不如进入到 危机四伏的荒原脊梁当中病难 总彼等死来得好 话音落下 四个人迅速分头 带着各自的物件 便是迅速地朝着山谷之外而去 羞羞 身形闪烁 几个人转眼之间 便是来到了山谷口上 不好 但是 还未等他们彻底地走出山谷 顿时 为首的藤家神武者 却是脸色大变 惊呼出声 因为 在这夜幕当中 在那漆黑之下 山谷出口处 不知道何时 确实多出了一道身影 只见这一刀身影 此刻恍如横刀立马 竟然直接挡在了出口之上 王臣 待看清楚 拦住去路之人的时候 藤家神武者 更是脸色刷得一下苍白了起来 惊呼了起来 什么 王臣 是王臣 他是王臣 不但是藤家神武者 其余的三个人 这一刻也是脸色苍白 惊恐地喊了起来 他们认出来了 在夜幕之下拦住了他们去路的这一道身影 赫然不就是王臣吗 没想到 他竟然 竟然 这么快便是已经拦截在了这边 见到这一幕 几人的神色都是慌张了起来 要走 哼 今日 你们无路可走 面对众人的惊呼和恐惧 那一道身影缓缓地抬头 看着仓皇的四道身影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 就是王臣 斩杀战家老祖 一路狂奔 王臣总算是赶到了这个山谷 赫然便是看到了几个人狼狈逃出的身影啊 王臣 你想如何 王臣 你修要欺人太甚 王臣 你将我家老祖如何了 看着王臣 在惊恐之后 这四个人都是忍不住怒吼出声 战家老祖 哼 已成亡魂 面对几个人的怒喝 王臣淡淡地横道 至于你们 今日 必死 逆着眼睛 看着四个人 王臣紧接着说道 九天圣堂 话音落下 王臣直接施展出九天圣堂 空间扭曲 圣堂轰鸣 顿时 四道身影不及躲避之下 便是被笼罩在了其中 圣气涌动 泛音阵阵 进入到九天圣堂当中 四个人的面色 此刻更是骤然大变了起来 罗汉 将士 面色清朗 看着几人 王臣手中符印捏出 不多说话 便是直接招出了数名罗汉 随着罗汉现身 九天圣堂之内 气势更是凌然了起来 几尊罗汉 都是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势 去 看到此处 王臣直接一挥手 冷喝道 修修 在王臣的指令之下 罗汉开始出击 其中 首当其冲 自然是具象罗汉和近日才收服的 那个玄月中阶强者化身的罗汉 这两个罗汉实力强悍 首当其冲 祭出杀招 轰隆隆 金光闪烁 罗汉杀招 具象长笔 神兵利器 此时此刻 在这九天圣堂之内 不知道多少圣气被调动而起 这些罗汉不知道气势又是如何的强大 面对如此局面 四个战家和藤家的舞者皆是脸色苍白 沿路绝望之色 这几个罗汉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他们感觉窒息 那强悍的气息 让他们甚至没有的当知心 不 王臣 你这贼子 休想啊 在恐惧当中 终于 必无可避的情况之下 四个人在绝望的怒吼声当中 只能是开始反击 但是 他们那里是几个罗汉的对手 这四个人 两个神武者 两个准神武者 其中 两个踏入神武者层次的人员当中 战家神武者实力更是不过星辰三级罢了 而藤家神武者实力稍强一些 但是 也不过是星辰八级 如此实力 又能如何 具象罗汉 如今 已经有玄阅二级实力 今日收服的那的罗汉 更是原本就有玄阅五级实力 虽然进化之后 实力稍有降低 那也是达到了玄阅三级 甚至是玄阅四级的实力啊 此两尊罗汉 便是能够横扫几人了 何况 还有猛虎罗汉等诸多罗汉 强攻之下 鲜血飘洒 不过转眼之间 战家和藤家四人 便是全部殒命 王臣 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啊 我藤家不会放过你的 我家老祖不会放过你的 藤家神武者最后殒命 临时之前 更是凄惨的大吼道 然而 他的话语也是到此为止 声音落幕 生命凋零 伴随着这个神武者殒落 死人 竭尽丧命 王臣 甚至没有耗费太大的力气 李家老祖 哼 我等着 直到四个人全部丧命 王臣收起罗汉 这才走到了四个人的尸体之前冷笑着横道 藤家老祖 王臣倒是很期待呢 他 又会有什么样的实力 至于这四个人 你们 连成为罗汉的资格也没有 既然如此 藤家老祖 罗汉之位 由你一席 眼中寒光微微闪烁 王臣喃喃着自语道 这罗汉的位置 他已经为那所谓的藤家老祖 预留了一席之地 第1626章弦阅三集 山谷之内 夜幕当中寒风凄凉 往日颇为热闹的山谷 进入却是陷入到了一片死一般的沉寂当中 湛家 藤家 驻扎此地失恋12人 今日之内 接近殉命 旧连战家老祖也不例外 看着空荡荡 显得死一般沉寂的山谷 王臣心中不免叹息了一声 呼出一口气 他 总算是感受到了一丝疲惫 一日之内 接连的战斗 加上此前多日接连不断爆发的战斗 让王臣的神经始终紧绷 今日 总算是可以暂且放松以下 在疲惫当中 王臣很快来到营地之内 进入修炼当中 周身混沌之力滚滚而动 无尽星辰之力涌入到了王臣的身体之内 滑滑滑 静脉当中 无穷无尽能量澎湃而起 恍如长河奔腾 犹如大浪澎 疲惫 这一刻开始一点点的被驱逐而出 混沌之力 一点点转化 王臣体内的能量 此时此刻 开始点点攀升 蔓延 呼 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 呼出一口浊气 王臣感受到 此刻自己的实力 已经恢复到了巅峰之上 恩 但是 就在此时 就在王臣准备停下修炼之时 他的脸色却是微微变换了一下 这时 心中狂跳 王臣神色诧异 气机到了 下一刻 王臣很快便是有了觉悟 他的突破气机到了 在炼化四方天应 炼化混沌种子之后 王臣的实力 实则是早已经踏入到了悬跃二级巅峰层次当中 距离悬跃三级 不过是一步之遥 只可惜 这一步 王臣却是最终没有踏出 这一段十日来 王臣进入到了荒原及梁之内 更是忙于炼化恶鬼 对付战家藤家 逃避魔界众多强者追杀 却是一直没有得到突破的契机 但是 今日 王臣却是找到了如此的机会 这个几日来 王臣与众多强者交手 尤其是数日之前 王臣与悬跃五级强者交锋 今日更是斩杀悬跃六级实力的战家老组 这两战 可以说是为王臣奠定了绝对的基础 不但如此 今日战斗 王臣再次施展血脉气息进行镇压 隐约之间 他感受到战家老组体内 那位神无血脉的所蕴含的一点能量 仿佛是在无形当中被王臣射入体内 现在 或许便是在这一个契机的牵引之下 这几日来累积的力量 要爆发了 灵气 魔气 来 星辰之力 来 想到此处 王臣不再迟疑 连忙是沉生喝道 混沌之力 海纳百川 乃是世间能量之主 魔气 对于如今的王臣 又算什么 滑滑滑 在王臣的吸纳之下 方圆天地之间 无尽的魔气 灵气 星辰之力 疯狂地涌入到了王臣的身体当中 融入到了他的四肢百海经脉 细胞之内 那浓郁的能量 此时此刻 却是急剧地提升着王臣身上的能量之力 丹田之内 小世界此刻仿佛也是感受到了这一股能量 星光璀璨 能量横溢 滑滑滑 这些能量一遍又一遍地洗刷着王臣的身体经络 壮大着王臣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块骨骼 劈里啪啦 隐约之间 听到王臣体内传来一阵阵闷响之声 更是隐约之间 感受到王臣的身体每一块肌肉 都在蠕动 颤抖 外界能量越发疯狂地涌入到了王臣的身体当中 混度之力 需要无尽能量方能转化 狂风惊天 大树摇晃 在这个充满了杀鸡的深夜 在血腥的荒原及凉深处 在之前寂静的山谷当中 此刻 风雨雨来 旋风涌动 毫不恐怖 去 终于 在能量达到了不知道几何的层次之后 王臣一声怒喝 沉声吼道 能量 继续完毕 它 已经开始冲击悬跃三级 轰隆隆 大浪奔腾 混沌之力 纯正无比 那恐怖的能量 势如破竹 直冲而入 这一股能量 所过之处 所有的一切屏障 这一刻 土崩瓦解 轰 伴随着最后那一道屏障被突破 王臣一股作气 它 终于冲入到了悬跃三级的行列之内 持力 再一次得到了大掌 啊 停止修炼 洗身 王臣双手张开 仰天长笑 仿佛是要将体内那多余的能量宣泄而去 一声长笑 震动九天 全跃三级 哈哈哈哈 实力 果然又是强横不少 若是昨日有此实力 斩杀那战家老贼 令人更加简单 安静下来 感受着体内磁石那澎湃的能量 王臣安安地想到 他 脸上满是喜色 近日的突破 实属意外 甚至 王臣也没想到 他再一次的突破 会来得如此之快 这一次的突破 让王臣杀入弦阅三级 如今 手持四方天印 万鬼令 身怀六道领域 他的实力 不知道又是暴涨了几何 藤家老贼 便等你来 眼中寒光闪烁 王臣眯着眼睛喃喃自语 这一刻 他豪气万丈 今时今日 实力的再次提升 让王臣充满了自信 斩杀这藤家老贼之后 便可以炼化天令 炼化圣花丹 实力毕竟一鼓作气 再次攀升 同时 王臣心中更是早有了盘算 此番 若是斩杀藤家老贼 他便寻找一个安全之地 开始修炼 炼化那一枚真神之兵 天令 并且 他要开始炼化一枚圣花丹 所得圣花丹虽然很久 但是 碍于实力限制 避免浪费 王臣却是始终未曾舍得使用 如今 时机到了 借助圣花丹 相信他能够顺利踏入到玄阅四级甚至更强的行列之内 届时 双眼所望 王臣看向了苍龙城所在方向 奇敖 等我归来 王臣喃喃着自语道 这奇敖 害得如今王臣犹如丧家之犬 在这荒原脊梁之内 都只能四处逃避 甚至不能以真面目视人 此前 他更是配合神法之力 四处追杀王臣 多次让王臣陷入到无边危险当中 此仇此恨 怎能不报 他 实力再次提升之后 必然返回 寻找那奇敖算账 呼出一口气 王臣看了看天色 不知不觉当中 天色确实已然来到了黎明时分 他 已经足足修炼了一夜的时间 天色 即将亮堂 王臣 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而是留在了这个山谷之内 静静等待 烈日高挂 虽只是上午时分 但是 那多辣的太阳 却是让大地已经化为了蒸笼 羞羞 荒原脊梁之上 一道身影迅速闪动 前进 混蛋 王臣 我必让你身受益处 这一道身影在迅速前进的同时 心中却是愤恨怒骂 昨日收到来信 王臣再次出现荒原脊梁 斩杀腾家与战家树人 让他们陷入极其危急的境地当中 收到此信 这腾家老祖心夜狂奔 朝着此地赶来 他 必将王臣斩杀 前方不远处 隐约之间 一个山谷出现 看到此山谷 腾家老祖常呼出了一口气 在一夜的狂奔之下 总算是赶到此处 这 便是他腾家和战家在荒原脊梁之内 一个重要的驻地 昨日 便是此处传来求援信件 不知今日 又是如何了 走 电极此处 腾家老祖身形一闪 便是朝着山谷之内而去 这是 人呢 只是 刚进山谷之内 腾家老祖便是脸色骤然一变 山谷之内 显得空荡荡的 没有看到一道人影 这边 寂静地让人感觉恐怖 一席不祥的预感 在这一刻开始从他的心中蔓延而开 前方一道身影突然从隐蔽之处冲出 不好 中继 见到这一幕 腾家老祖大惊失色 他身形一闪 便是连忙想要冲出去 他的脸色 此时苍白 就算是不肯接受 到了这一刻 他却也是不得不接受了 因为 此刻 在此处出现敌人 代表着什么 他岂能不知 腾家 战家 驻扎在此地的人员 全部完了啊 就算是战家老祖也不例外 身形闪动之间 腾家老祖便想要冲出山谷在雨来人一战 但是 王晨岂能给他机会 等待了一个上午时间的王晨 早已经做好了筹谋 修罗战场 更是酝酿已久 这一刻 施展而出 更是以催枯拉朽之力 转眼之间覆盖而下 根本没有给腾家老祖逃走的机会 守株待兔 这一刻 猎物 已经进入到了王晨的牢笼之内 第1627章超级强者 此时此刻 王晨终于是现身 施展出了领域困住腾家老祖 李氏 王晨 身陷修罗战场之内 看着站在自己前方的那个男子 腾家老祖的瞳孔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王晨 没错 此刻 他认出来了 现在 站在他前方的人 竟然就是王晨啊 腾家老祖 听到腾家老祖的话 王晨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果然是你 王晨 没想到 你竟然还敢留在此地等我前来 王晨的一番话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腾家老祖的话 但是 却让腾家老祖知道了很多 首先 此人是王晨错不了了 他可以断定 虽然 眼前的王晨 容貌与记忆当中的似乎不相符 但是 这必然是王晨使用了什么手段的缘故 另外一点 那便是 他知道自己此番会前来此处 这家伙 竟然就是在这边等待着自己的 王晨 我腾家和湛家之人呢 湛家老祖呢 确定了王晨的身份之后 腾家老祖面色难看地怒喝道 这王晨 当真是胆大妄为 明知自己要来 他竟然还敢在此等待自己前来 这是因为他太有信心了呢 还是太过疯狂 腾家和湛家之人 湛家老祖 听到腾家老祖的询问 王晨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很快 你便会见到他们 嘶 王晨的回答 却是让腾家老祖脸色再次大变 咦 你将他们 将他们全都杀了 腾家老祖这一下是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的怒吼出声 十二个人 留在此处驻扎的可是足足十二人啊 这其中 神武者 五人 准神武者 六人 还有占家老祖亲自坐镇 如此阵容 莫书是王晨了 就算是自己 想要彻底地将这些人斩尽杀绝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 他 竟然做到了 不可能 心中连忙否定自己的猜测 腾家老祖面色有一些猙獰 王晨小儿 休要口出狂言 他宁生怒喝道 话音落下 手腕一抖 手中清光闪烁 却是一柄神兵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哼 今日 我便先将你斩杀 面色冰朗 腾家老祖一声怒吼 气势冲天而起 休休 下一刻 身形煽动 却是直接朝着王晨迎面扑来 启荣放肆 感受着对方的气势 王晨眼神凌然 修罗之门 开 怒喝声当中 王晨迅速捏出符印 开启修罗之门 弄弄弄 随着修罗之门开启 瞬间修罗战场当中的气息变得狂暴了起来 下一刻 在轰鸣声当中 迅速便是有修罗冲出 四方天应 手腕一抖 王晨同时丢出了四方天应 这一枚四方天应 在如今王晨弦跃三级的混沌之力灌注当中 更是翁的一下 黑光暴闪 转瞬间 那四方天应化为天地大小 从天而降 九条神龙咆哮而出 何等威武 王晨也是不甘示弱展开了反击 修罗 四方天应 见到王晨出招 腾家老祖眉头一皱 全阅三级 没想到 你的实力 竟然提升到了如此地步 感受着王晨此时此刻的气息 腾家老祖更是很快地判断出了王晨的身份 全阅三级的强者 这倒是出乎了他的预料 全阅级的实力 就算放在腾家之内 也能够站在最顶尖的位置上啊 这王晨 踏入神武者短短数年时间 没有想到 他竟然达到了如此高度 哈哈哈哈 王晨小儿 你还敢放肆 只是 在诧异之后 这腾家老祖确实冷笑出声 全阅三级 实力确实不错 但是 以此实力 想要斩杀战家老祖 这却是他断然不会相信的 战家老祖 那可是全阅六级的实力啊 岂能败在如此小儿的手中 定然是这王晨用了什么奸诈 阴险的手段骗走了战家老祖罢了 而王晨如此实力 如今更是敢在自己的面前放肆 这终究只是找死啊 虽然此刻 四方天应声势惊人 无边修罗 杀气漫天 但是 腾家老祖眼中 却是闪过了一丝冰冷的眼神 这 四方天应 确实不错 修罗战场 乃是大道 但是 你的实力 终究太差 看我破你 脸色淡然 不紧不慢 腾家老祖 此刻竟显大将风度 强者风范 面对这天蔽日的四方天应和漫天的修罗 他处乱不惊 在最关键时刻 却是脸上依旧是挂着冷笑 满脸不屑 修修 清光蔓延 卷起无尽尘埃 黄沙漫天 狂风舞动 那灵力的剑起之下 竟然是让空间扭曲 让修罗领域随时都可能崩坏 这 这一幕 让王臣脸色骇然大变 这实力 远超出了王臣的想象 这已经是弦乐七级的实力了啊 心中猛然一跳 王臣的面色有一些苍白 弦乐七级 这已然是踏入到了弦乐高阶的行列当中 与弦乐六级虽然只有一个层次的差别 但是 实力却是天壤之别 王臣心中狂跳 但是 此刻的他 却是只能咬牙让四方天印轰下 让九龙阵法祭出 轰 终于 在王臣的手印之下 四方天印凝聚而出 嗷嗷嗷 九龙长笑 声势冬天 漫天修罗 狂舞而上 不过如此 差得太远 但 却有实力与战家劳祖一战 心中了然 腾家劳祖眼中更是寒光闪烁 王臣此刻展现出来的这一切 却是让他相信 王臣不会逊色那战家劳祖太多 漫天修罗 四方天印 如此之下 王臣虽然只有弦乐三级实力 但是 却有了与弦乐五级抗衡的资本 甚至 若是发挥的好 使用得当 也不是没有与战家劳祖一战之力 这王臣 当真是逆天无比 今日 断然不能让他活着 否子 此子必然是重大祸害 恋极此处 腾家劳祖更是气势冲出 手中神兵嗡嗡战斗 九龙阵法 给我破开 看着笼罩而来的九龙阵法 他满脸冰冷 嗡 羞羞 长剑战斗 星光闪烁 横扫而出 蹦蹦蹦 一阵阵崩裂声 再下一刻传来 轰轰轰 轰鸣声 此时此刻 更是不绝于耳 嗡嗡嗡 凄厉的惨叫声 开始蔓延无边 那九龙阵 顷之间暗淡 崩溃 仅此一见 腾家劳祖竟然便是 将王臣九龙阵法破去 这却着实是让人心惊淡寒 轰 一见之下 余微不散 腾家劳祖的这一见 更是直奔四方天印而去 在轰鸣声当中 四方天印黑光消散 转眼之间便是被清光弥漫 赫然颤抖 狠狠一阵之后 却是黯然无光地被阵飞出去 四方天印 轻松破解 扑扑扑 随着四方天印破解 王臣口喷鲜血 身形连连暴退而出 这一刻 王臣意识到了情况不妙 对方实力太过强悍了啊 就算是他想要用血脉镇压 也我有心无力 对方根本不会给他机会 而且 面对悬越高阶的实力 血脉镇压 就算施展 又有何用 娇弱不了太多的实力啊 杀 弹剑 那藤家老祖见到王臣报退而去 口吐鲜血 脸色越发疯狂 身形一闪 便是杀入修罗群中 常见舞动 血肉横飞 左过之处 势如破竹 敢问天下之间 此刻 谁能与此藤家老祖一战 不过便是转瞬间的功夫 那无尽修罗便是已经被斩杀一空 这藤家老祖面带冷笑 身形暴闪 却是在一次朝着王臣追身而来 不好 此人太过强大 今日 我非他的对手 看着身形暴闪而来的藤家老祖 王臣眼带不甘 心中怨恨 但是 却是不得不做出决断 领域 撤 一声怒喝 王臣连忙是散去了自己的修罗领域 正如当初灵战说过的一句话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领域 有时候却也是无用的 现在 王臣的领域 便是无用 就算修罗之王杀出 那又如何 就算自己还有万鬼令 又能如何 最后一战的话 他必然重伤陨落 就算商及藤家老祖分毫 又有何用 逃 王臣只剩下了这个想法 八门盾甲开启 邪迈天赋开启 领域撤去之后 王臣便是迅速的风神步踏出 抱不融合 一步百米 王臣直奔山谷之外而去 这一刻 王臣确实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 他带着那种一往无前的姿态狂奔逃走 活着才有希望 多少年来的谋恋 如今王臣总算领悟这句话的真谛 赤上 没有绝对的强者 没有绝对的无敌 如今的他 便是如此 面对藤家老祖这般强者 他若是为了骨气 留下战斗 不过找死 丝毫希望都没有 逃走 只有逃走 才有希望 他手中 还有万鬼令 还有圣花丹 还有 只要此番逃离此地 闭关修炼 炼化天令 服用圣花丹 自己实力必然能够暴涨 如此的话 来日返回 再来斩杀此人 也未尝不可 如今的王臣 却是已经学会了圆华 这不是逃 只是 战壁锋芒 这不是败 只是战时隐忍 他日 实力提升再次返回 必定将死藤家老祖化为自己的罗汉之一 第1628章又敌深入 面对实力强悍的敌人 这一次 王臣没有硬抗 他直接选择了逃走 这人 与那藤丽一般都不是如今的王臣能够对抗的 当初 在藤丽的身上 王臣可是吃紧了苦头 而后这一段时日 王臣发现 他踏入到更强大的领域之后 更是接连遇到强大的敌人 遭遇数次危机 险些丧生 这一路所来 王臣已经领悟许多 或者 才是希望 如今的他 似乎对那一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一席若存 希望不灭 活着才有下次亡 活着就有希望 伴随着王臣手中拂印捏出 修罗战场撤去 空间扭曲 趁此时机 王臣飞身掠出 八门顿甲齐开 血脉天赋开启 朱雀烈焰 开启 王臣将封神部和豹部融合到了极致 身形煽动之下 一步百米 十步千米 转眼之间 略出万米 他 甚至连修罗王都放弃了召唤 混蛋 哪里走 修罗领域突然撤去 王臣突然掉头就逃 这一幕 着实确实让滕家老祖大吃一惊 他有一些反应不过来 只等他反应过来之时 王臣确实已经掏出了万余米的距离 看着即将消失在自己视线当中的 那一道身影 他一声怒吼分身追去 修修 身形闪烁 身边的景色迅速倒退 耳边 风声呼啸 王臣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不行 如此下去 滕家老怪很快便会追上 感受着身后 回过神来迅速追击而来的滕家老怪的气息 王臣心中暗呼不妙 若是长死以往 他必然被追击而上 他的实力比起这滕家老怪差了太远太远了 若不是昨夜 他偶然之下踏入到了弦跃三级的话 今日 指不定已经丧命滕家老怪手中 这一刻 也就是依靠着弦跃三级的实力 王臣还在勉强支撑 逃亡 只能如此 眼中寒光闪烁 王臣心中暗暗地想到 现在 想要摆脱滕家老怪保住自己 那便是只有了一个办法 葬身之地 王臣决定冲入此地当中 借助葬身之地无尽的恶鬼 借助葬身之地无尽的战戏 独悟 他有希望逃走 甚至 反击 想到此处 王臣朝着葬身之地所在方向急速略去 秋想逃走 身后 怒吼声震震 这滕家老怪此时也是达到了愤怒的顶点 王臣 这个滕家的心腹大患 这个滕家如今最大的敌人 出现了 岂能让他逃走 何况 在这几日 王臣做出的事情 更是让他抓狂 现在 若是让王臣从自己的眼皮子当中溜走 那还了得 体内真圆滚滚 滕家老祖全力追击 同时却也是对王臣的速度心中暗暗惊害 这是一个弦跃三级舞者应该有的速度吗 不好 前方便是葬身之地 追出了不知道几十里的距离 看到王臣逃亡方向 滕家老祖心中更是大吉 葬身之地 隐约之间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当中 他断然是要逃入到葬身之地当中啊 滕家老祖哪能不知道王臣所想 小子 今日本尊必然不会让你的惩 任凭天涯海角 也要将你斩杀 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狠色 在心中 滕家老祖怒吼着 到了 但是 王臣又哪里理会那么多 终于 在滕家老祖将距离拉近到不足千米之时 王臣却也是看到了葬身之地的边缘 身形闪烁 速度发挥到极致 王臣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栽入到了葬身之地当中 浓雾叠起 雾障弥漫 青烟缭绕 鬼哭狼嚎 这葬身之地 使一进入便是让人感觉来到了旧有地狱当中 脸上戴着人皮面具 倒是让王臣不需要担心在这边会遇到更多危险 身形接连闪烁 无视独物弥漫 万鬼嚎叫 王臣直接朝着葬身之地核心地带冲去 那边 有无尽鬼将 鬼王 有无尽独物 障戏 那是他藏身之地 也将会是他反击之地 哪里走 见到王臣果然一头栽入到了葬身之地当中 藤家劳族眼神为变 一咬牙却也是一头冲入 此地危险无比 他自然知道 此地独物缭绕 他也必然知道 但是 他顾不上许多 此番若是让王臣逃走 他日还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端 要出现多少危机 想要再来斩杀王臣却是难上加难 今日 断然不能放过如此机会 此葬身之地 王臣能够入得 他 难道不能入得吗 口喊解读单 藤家劳族面色凝重 朝着深处追击而去 也不知道是有意无意 王臣似乎将速度放慢 以便他能够追击而上 虽然 感觉着其中有诈 但是 藤家劳族却是依然追击 大好时机 岂能错过 再说 绝对的实力之下 王臣难不成还能翻起浪淘 他确实不信 这毒物危险 对于他来说如此 对于王臣来说更是如此 只可惜 这藤家劳族 确实不知 王臣体内早已炼化混沌之力 化解万物 万气 如此毒物 对他无害 若是知晓这一点 这藤家劳族或许会放弃追击 就是因为不知 他此刻陷入到了无边的危机当中 羞羞 身形煽动 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了葬身之地数万米之内 已然是无限接近核心地带 便是此处 转头 隐约之间看到数百米之外一道身影迅速冲来 王臣露出了一丝冷笑 身形一闪 收起气息 却是藏身物障当中 之前 为了引得此人跟随而入 王臣故意将自己的气息扩散 现在 闻到他反击的时候 自然是要收起 万鬼令 手腕一翻 王臣手中却是已经出现了一枚万鬼令 呜呜呜呜呜呜呜 葬身之地深处 此刻 数万恶鬼呜呜呼啸 虎视眈眈 仿佛随时都想要将王臣吞噬 但是 王臣手中万鬼令却是隐隐散发黑光 戏事逼人 让这些恶鬼不敢靠近 只能远远包围 而此刻 藤家老祖贸然冲入 却是成为了被第一个选择的对象 不好 那小子的气息 怎么消失了 难道 被这恶鬼吞噬 另外一边 失去王臣气息 藤家老祖这一刻身形骚然一顿 脸色惊异不定 他隐约之间 却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如今 细想起来 之前 王臣却是 仿佛故意带他进入此地 周围毒物猛烈 口含解毒丹 也是让藤家老祖难以承受 隐约之间 肌肤之上 已经被毒物弥漫 开始犯清 不好 这毒性太猛 失去那王臣气息 如何是好 紧咬着牙 藤家老祖满脸的不甘心 王臣气息 就此失去 自己却是陷入危险当中 他如何甘心 不好 终继了 速速离开 紧接着 仿佛想到什么 一声惊呼 藤家老祖脸色大变 不知不觉当中 竟然来到了葬身之地深处啊 难道这王臣明知必死无疑 要与他同归于尽吗 此地毒物凶残 恶鬼无尽 自己却也是陷入危机当中啊 意识到不妙 藤家老祖转身便是准备逃走 呜呜呜呜 但是 下一刻 他的脸色却是变得煞白 因为周天之上不知道何时 隐溢在毒物当中 已然是有万千恶鬼 此刻 这些恶鬼却是正在朝着他扑来 轻面獠牙 嗜血凶残 那浓郁的死亡气息 让人窒息 那冰冷的气息 让人犹如深陷冰窖之内 藤家老祖冷静下来之后 虽然反应过来 却还是为时已晚 滚 脸色大变之后 带着一丝苍白 他手中长冰横扫而出 一层青光弥漫 扑扑扑 气浪翻滚 横扫肆虐 这些气浪所过之处 踢开了时空 踢开了毒物 却也是绞碎了 不知道多少的恶鬼之灵 呜呜呜呜呜 在凄惨的叫声当中 仅此一招 便是数百成千的恶鬼殒命 但是 如此局面 确实没有起到振折作用 这些恶鬼 早已经是没有了意识 有的只是杀戮的心 此刻的杀戮 哪里会对他们 产生多少的振折之用 不过是让他们更加疯狂 那些被绞碎的恶鬼 竟然是迅速被同类吞噬能量 呜呜呜 紧接着 一阵呼啸声传来 无惊恶鬼却是朝着 藤家老祖飞身而去 万千恶鬼 铺天盖地 声势惊人 滚啊 死 全部给我死 且战且退 藤家老祖脸色铁青 一边杀戮 一边后退 他要逃离这个地方 还想走吗 但是 王辰怎能够给予这个老家伙 如此机会 他 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 之所以 将这老鬼引入此地 王辰可不单单是想要摆脱危险 若是之前 藤家老鬼没有追踪而入 王辰或许不会想着去反击 在外界 他断然不是这老鬼的对手 但是 这藤家老鬼却是穷追不舍 一路追杀而入 这却是给了王辰机会 反击的机会 就在此刻 借助此地无尽恶鬼 他能够消耗这藤家老鬼 不知道多少能量 时间一长 更是在如此毒物之下 藤家老鬼不但会中毒 实力更是会被巨大的压制 如此一来 他的实力差距 将会与王辰无限的缩小 直到最后 王辰能够斩杀他为止 这一刻 王辰吹响了他反击的号角 第1629章霸气凌然 这一刻 王辰吹响了他的反击号角 在藤家老祖准备飞升而退的时候 王辰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后方 拿离走 这句话 之前是藤家老鬼对他说的 现在 王辰还给了藤家老鬼 万鬼听令 手中万鬼令一挥 瞬间风云变幻 王辰小儿 你看到王辰突然出现身后堵住自己去路 藤家老祖面色难看 上当了 他 这一刻算是彻底地清楚了王辰的目的 没想到 此小儿 竟然有如此手段 他 之前不是单纯的逃命 竟然是在设下陷阱 他 将自己引入这葬身之地当中 竟然就是为了反击 他 无惧万鬼 他 这是小削弱自己 一瞬间 藤家老祖明白了很多很多 他的脸色变得极度苍白 难看 这王家小儿 到底有多少的本事 这漫天不悟 这无尽恶鬼 他怎能不拒 他 又到底是如何借用 心中不甘 更是大惊 藤家老祖连忙稳住身形 对抗恶鬼 前有恶鬼 后又有王辰 他 陷入到了前后夹集当中 天空之中 更是有无尽的毒物弥漫 这更是让他实力受限 受死吧 面对藤家老鬼此刻模样 王辰嘴角挂着冷笑 去 一挥手 万鬼令黑光暴闪 无穷无尽的恶鬼这一刻纷纷飞出 这些恶鬼 在王辰的控制之下 朝着藤家老祖而去 并没有与藏身之地当中的恶鬼纠缠战斗 厮杀 他们的敌人 是藤家老鬼 鬼王凝聚 手中符印不断地捏出 王辰凝聚万鬼之王 嗷嗷嗷 鬼王现身 咆哮苍穹 大冰冷的气息 让葬身之地彻底地划为地狱 那鬼王 仿佛有生命 眼中寒光闪烁 似乎要冻结天地 羞羞 身形闪烁 无声无息 出现在了藤家老鬼的身边 滚 大惊失色 藤家老祖面对这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鬼王 连忙一箭斩去 但是 他 这一箭落空 在他一箭落下的那一瞬间 鬼王分身 滑为数十恶鬼 分散而开 而后再次凝聚朝着藤家老祖扑去 如此诡异一幕 让藤家老祖大惊失色 极力抵抗 他面色苍白 数万恶鬼 一个鬼王 无尽鬼疆 难天独物 这一切 让这一刻的藤家老祖陷入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当中 甚至 他想要施展领域空间都没有任何的机会 独物的侵蚀 正在分散藤家老鬼的真元力 让他的实力正在一点点的下降 四方天印 正在此时 恶鬼祭出之后 王尘眼中寒光绽放 手中祭出了四方天印 最后的斩杀 反击 开始 轰 混沌之力灌注 四方天印旋转 化身黑光 巨山 势如破竹的狠狠轰下 九条神龙身披金光 仿佛来自九天之上 神圣不可冒犯 万千恶鬼避让而开 九龙阵法凝聚而出 轰 轰名声之下 四方天印落下 整个葬身之地都在战斗 滥延数万米 隐约之间 恶鬼咆哮 哭泣 惊恐 这四方天印 太过凶猛 轰 一级当中 腾家老祖只能强力抵挡 金光四剑 九龙阵法被他撕裂 黑光溃散 四方天印狠狠战斗 饶是此刻 在无尽恶鬼的压制之下 在漫天独物的压制之下 他竟然还是抵挡住了四方天印 扑痴 这甚至是让王臣喷出了一口鲜血 而腾家老祖不过是面色越发的苍白 我便不信 你还能坚持多久 眼中寒光暴闪 狠狠地抹去了嘴角边挂着的鲜血 王臣面色猙獰 这是拼命的时候了 双方 后手进出 已经毫无保留 这一刻 就是拨命的时候 王臣充分介事 利用万鬼令引来无边恶鬼的席卷 这些恶鬼 面对万鬼令暂且不敢放肆 自然的那腾家老鬼便是成为了宣泄的对象 无穷恶鬼猛扑当中 腾家老鬼身形甚至彻底被覆盖 难以看到面貌 寒气森然 双动百丈 恶鬼太过密集 那阴冷的气息 开始冰封天地 我看看你如何抵挡 咬牙切齿 王臣面色疯狂 身形一晃 骤然挥手 此方天应 再次祭出 口中不断地吞噬归原丹 这葬身之地当中的死亡气息 毒气 这一刻 王臣全然不惧 全部吸收 轰轰轰 体内混沌之力滚滚而动 将这些足以让人致命的气息 全部转化为混沌本源 小丹田当中 小世界也是开始旋转 一股股能量飞奔而出 全部为王臣所用 星光璀璨 这一刻 小世界绽放着他荣耀的光芒 盛气弥漫 星辰之力冲天 引动天地 王臣悍然而立 此刻的他 便是天神 去 手腕一抖 四方天应轰飞 轰 轰 轰 一次次 四方天应轰出 一次次被抵挡回来 但是 王臣却是从未放弃 扑扑扑 在这样疯狂的攻击之下 终于 饶尸纳腾家老祖盖世无双 实力强悍 也是脸色苍白 身形药黄 鲜血喷洒 解毒丹 早已经无用 在无尽恶鬼气息的侵蚀之下 在无尽毒物的弥漫之下 解毒丹 已经无法解毒 肌肤泛清 脸色苍白 毒气入体 这一刻 腾家老祖已经是强母之末 在恐怖的毒气之下 他实力飞快地降低 肖弱 是时候了 在不知道度几次轰出四方天应 看到腾家老祖面色苍白 鲜血喷洒不断 灵魂不知道被抽出了多少道之后 王臣心中暗暗想到 此时此刻 已经是最后的时刻 他 说过 罗汉之位 有几这个腾家老鬼留了一席之地 那必然便是有的 全月七集 甚至接近巅峰 如此实力 有资格成为罗汉 六道轮回 九天圣堂 炼击此处 王臣迅速地手中拂应捏出 他 终于是要祭出九天圣堂 九天圣堂祭出 鲜血飘洒 王臣连忙引入一口灵液恢复神魂 此战 神魂之力消耗太过恐怖 空间扭曲 伴随着九天圣堂的凝聚 此时此刻 四方天地 风云涌动 倍逊 仿佛是感受到了九天圣堂圣节的气息 那无边的恶鬼 这一刻纷纷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四方纷飞逃窜而去 这圣堂气息 却是他们所最恐惧的 哄 万鬼令 收 王臣也是迅速收回万鬼 收回万鬼令 然后进入九天圣堂 扑斥 九天圣堂当中 这滕家老祖身形狠狠颤抖 却是口吐鲜血 面色发黑 这已然是命以垂危的象征 王臣 你要杀便杀 休要废话 见到自己如今落到如此地步 并且进入到了王臣的领域之内 这滕家老祖面色难看 带着一丝不甘大声的喝道 杀 我自然不会杀你 你 便成为我的罗汉吧 听到滕家老祖之言 王臣冷笑 八方圣戏 朕 紧接着 王臣冷冷地喝道 他骚然调动无边圣气 朝着这滕家老祖蜂涌而去 这 滕家老祖见到这一幕 脸色一变 不 下一刻 仿佛想到了什么 他大惊失色 这王臣 这王臣难道是 难道是想要将他炼化吗 曾有听闻 世界之上 三千大道当中 有强悍领域 尤其是六道之内 便有圣唐领域 能够炼化修罗一十八尊 难道 难道这王臣此刻施展的便是 便是那圣唐领域 这 这怎么可能 王臣已然是掌握了六道领域 修罗战场 如今 他怎么可能还拥有九天圣唐 他是双领域之人 放眼古今 拥有双领域之人 哪一个不是旷古朔今 这王臣 心中恐惧蔓延 这一刻 藤家老祖已经断定 王臣拥有双领域 而且竟然都是六道领域 他 这是要将自己活生生的炼化成为罗汉啊 不 你休想得逞啊 刺心裂肺的怒吼声传来 藤家老祖在恐惧之后开始绝望 绝望的是他已经毫无反抗之力 绝望之后 却是开始疯狂 就算死 也不能让王臣的手 若是让他的手 他必然利用自己化身的罗汉 去对付藤家之人 不能让他这么做 死 他要抢先在王臣将他炼化成为罗汉之前自杀 死亡 王臣 休想得逞 眼露不甘 这藤家老祖一咬牙 一巴掌朝着自己的天灵盖狠狠的轰去 想死 哼 看着藤家老祖的举动 王臣冷恒一声 罗汉现身 盛气镇压 王臣召唤出了罗汉 祖镇封印 盛气从旁镇压 一瞬间 罗汉现身 泛英镇镇 盛气翻滚 犹如牢笼 藤家老祖骇然地发现 自己竟然是被禁锢了 无法动弹 怎么 怎么会 如此情况 让藤家老祖瞪大了眼睛 惊呼 他 竟然无法动弹 想死都不能了吗 感受着那一阵阵盛气冲入到自己的体内 他绝望地怒吼 不甘心地怒吼 在我领域之内 你 死不了 看着藤家老祖如此模样 王臣冷笑道 想死 那也要经过他的允许 若他不许 就算阎王前来 也无法带走藤家老祖之命 这就是王臣的霸道 这就是九天圣堂的霸道 等待藤家老祖的 便是只有化身罗汉一个结局了 他 终究是逃脱不了王臣给他定下的命运 第1630章炼化身花丹 在王臣的领域之内 他岂能让藤家老祖那么容易灭亡 这是他的天地 他便是这边的主人 若他不许 谁人能亡 藤家老祖 在被禁锢之后 面识得彻底地死回了起来 任他挣扎 已无用处 镇压 王臣面色清朗 不带丝毫感情 嘴巴违章 终于是开始了最后的镇压 在王臣疯狂的镇压之下 本就被禁锢的藤家老祖 何来抵抗之力 他周身真原力受到盛气贯注 开始急速地被消融 被吞噬 被改变 遗世模糊 记忆淡忘 在撕心裂肺的怒吼声和不甘的咆哮声当中 终于 一切是逐渐地落下了帷幕 轰 伴随着最后一股盛气炸开 这一刻 炼化 完毕 范英阵阵 金光笼罩 藤家老祖的身体缓缓地悬空而起 但是 他却已经不是藤家老祖 此刻的他 化身成为了一尊罗汉 属于九天圣堂的罗汉 一道强者 就此覆灭 多出来的 是一尊属于王臣的罗汉 呼 直到此时 王臣这才常呼出一口气 全月七级 没想到如此大能竟然都被他斩杀 这甚至都出乎了王臣的预料 这是你自找的 你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是罗汉 王臣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他的领域之内 又是多出了一尊罗汉 而且 这是一尊强横无比的罗汉 收起领域 此刻 王臣再一次回到了葬身之地的深处 此处 位于葬身之地内部 或许 少有人能够深入其中 抓紧时间 炼化一些恶鬼 返回到这迷雾重重的葬身之地当中 王臣看着四周环绕的恶鬼 心中暗暗想到 万鬼令 出 念及此处 王臣不再犹豫 只要小心一些 别弄出太大的动静 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发发现的 现在的他 还是需要尽快地提升实力啊 滑滑滑 无穷的黑光蔓延 在王臣的控制之下 这些黑光所能够设计的范围 很是有限 但是 却是将无尽的恶鬼吸引而来 一头头恶鬼被牵引而入 一头头恶鬼被炼化而入 同时 王臣释放出了万鬼令 那本就无穷的恶鬼 开始直接吞噬 他 需要造就更加强大凶狠的恶鬼 这些恶鬼则是被王臣分散而开 朝着四周掠杀过去 呜呜呜呜 一时间 这葬身之地的深处 仿佛是惊涛骇浪开始混乱了起来 杀戮 吸收 在这边不断地持续 而在王臣藏身葬身之地当中 无尽的恶花恶鬼之时 战家 藤家 这两个家族进入荒原脊梁 进入魔界之内的剩余人员 却是早已经彻底的惊慌 他们 骇然地发现 战家老祖 藤家老祖 此番带队的两个无上强者 竟然全部陨落 这让声誉的人犹如雷吉 呆立当场 这两人 可谓是所有人的主心骨啊 如今 主心骨竟然被折断 带来的震撼和骇然是可想而知的 一时间 消息被传回天玄大陆之上 天玄大陆弹中 战家 藤家 藤家 两个家族的顶尖强者抓狂了 愤怒了 王晨 红着双眼 他们心中似乎只剩下了这一个名字 还有一句话 不共戴天 时间 一天天的过去 岁月弹指 犹如遗顺 足足九日之后 王晨达到了一个极限 他 终于是感觉到了一丝疲惫 直到此时 王晨的万鬼令当中 却是已经再次拥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恶鬼 此番的恶鬼却都是精装无比 能量浑厚 王晨相信 借助这一波恶鬼的能量 他很快便能够让万鬼令突破那一层屏障 进入到下一个层次当中 至于现在 他不得不暂时放弃 收回万鬼令 王晨迅速地朝着葬身之地之外退去 再次返回到荒原脊梁当中 王晨明显地可以感受到 如今的荒原脊梁确实安静了不少 或许是经过大半个月的追杀和搜寻之后 依旧不见王晨下落 不少原先追杀王晨的强者 确实已经退出了荒原脊梁 放弃了四方天应 否则 他们又能如何 王晨面临的危机局面 得到了一些缓解 现在 是轮到恋化天令的时候了 同时 在心里 王晨却是很快有了决断 全月三级的实力 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加强大 那一枚天令 也该炼化了 他 要涉足更强大的行列 战家 藤家 更多的强者已经追杀而来 齐敖更是虎视眈眈 也不知道如今的他 到底是将大魔传承炼化的如何 眼前的形势 看似缓和 实则更加危急 暴风雨正在酝酿当中 王晨知道 他必须在风云彻底的降临之前 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如今的他 依旧渺小 三日之后 王晨已经离开了荒原脊梁 借住人皮面具 却是没有人再认出他的身份 离开荒原脊梁 王晨远顿 在全素之下 王晨顿出数千里 来到了一处无名山脉当中 在此地 王晨以无上的能力 开辟出了一个隐蔽的洞府 藏身其中开始修炼 洞府之内 王晨在调整好了状态之后 毫不犹豫地直接吞服了一枚圣花丹 如今的他 就算无法将圣花丹的能量 彻底地炼化 但是也能够吸收不少 不至于犹如星辰及舞者那一般浪费 为了实力 王晨已经不再继续隐忍了 香气四溢 灵气涌动 山洞当中 看着摆在眼前的这一枚圣花丹 王晨的眼中闪烁着一丝金光 该服用了 张口吞下圣花丹 王晨闭目进入修炼当中 虽然只是一枚下品的圣花丹 但是 能量依旧无穷 随着王晨吞服而下 瞬间便是一股强大的能量澎湃而出 刷刷刷 无穷无尽的能量洗刷 王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真火燃烧 身体扭曲 肌肉蠕动 这一枚圣花丹第一时间做的 确实强化王晨的肉身 然后开始凝聚混沌之力 一股股的能量冲击当中 王晨实力开始一点点攀升 最后 速度确实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当中 在此期间 圣花丹那强大的药效也是彻底的展现 沉魂滋润 暗急消失 内伤抚慰 王晨的身体 在圣花丹的帮助当中 竟然是在不知不觉之下 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 又是不知道过了多少时日 煽动之内灵气暴动 灵气 魔气 星辰之力 三者合一 形成一个巨大的旋风将王晨包裹在了其中 轰 一声轰鸣 足够的能量 直接帮助王晨踏入到了弦跃四级当中 并且 还在攀升 圣花丹的能量远远不止于此 从弦跃三级到弦跃四级 王晨所耗费的能量 甚至不足五分之一 在巩固经脉 强化肉身 稳定根基之后 王晨实力再一次引来了暴涨 又是数日 王晨冲入到了弦跃五级当中 这一次 王晨耗费了将近五分之二的能量 圣花丹 已然是消耗大半 但是 却帮助王晨冲破了弦跃级的两个门槛 足足 半个月之后 圣花丹被彻底的炼化 王晨所吸收能量 不过是十之七八 但是 饶师如此 王晨的实力 却是最终攀升到了弦跃五级巅峰层次当中 这一次的炼化圣花丹 让王晨将近完成了三个层次的跨越 尤其是弦跃三级到弦跃四级的这个门槛 更是没有对王晨构成任何的阻拦 呼 随着最后一丝圣花丹能量炼化 王晨终于是常呼出了一口气 那一股浊气很快在空气当中消散而开 感受着身体当中澎湃的能量 王晨眼中光彩流动 全越五级巅峰 若是有此实力 甚至不需要借助葬身之地 我也能够将腾家劳祖斩杀 眼中露出强大的自信 这一刻 王晨一字一句地喃喃着 他 有着无穷的信心 此番的实力提升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甚至 若不是因为真缘转化混度之力 他此番的收获或许更大 甚至 一举踏入到弦越六级之内 但是 王晨并不后悔 混沌之力固然消耗能量几多 但是却浑厚无比 让王晨根基更稳 如此之下 接近三个层次的跨越 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了 单单这一步 寻常人又是需要多少年才能够踏出 起身 活动了一下筋骨 王晨有一种长效的冲动 这充盈的能量 很强大 他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与藤家 战家 其傲一战 尤其是藤家和战家 不知道此番又有什么强者进入到了魔界之内 倒是让人期待啊 最后 王晨还是忍住了这一股冲动 他 手腕一翻 低头看向了手中多出来的那一枚天令 该轮到你了 这一枚天令 获得已经有不短的一段岁月 该是时候炼化出来让他大展神威了 真神的东西到底如何惊人 让我带着你 重现人间 傲视苍穹 看了天令许久许久之后 王晨对着天令轻生地说道 仿佛在自语 但是 一番话出 戏势涌动 王晨的长法 无风而动 整个山洞 隐隐战斗 这一番话 确实露出了王晨无限的霸气 他 要重注天令太古辉煌 他 这一刻 终于是要开始炼化天令了 第1631章天道崩坏 次十九日之后 火晋国 风雨变幻 这一日 大雨倾盆 仿佛是世界末日 天空 那浓厚的乌云 翻滚咆哮 神雷涌动 一时间 带动战斗 雷声轰鸣 仿佛 天空张大了嘴巴 想要一口将火晋国乃至整个魔界直接吞噬 日月失色 万物变幻 这一日 一股五行的气息扩散整个魔界只捏 魔界当中 那站在最顶尖之上的几个老者 不知道闭关了多少年的不朽 这一日 终于也是震惊地睁开了双眼 这是 很强大的气息 难道说 他 回来了 火晋国皇宫当中 一个老者站在了最高点 瞭望无名山方向 喃喃自语着 真神不灭 火晋国另外一方 也是一个老者面色骇然 动乱将来 都市之秋 与此同时 在另外两个王国 那有数的极为强者 这一日也都是朝着无名山方向看了过去 来人 去 给我查 那的方向今日发生何事 让人去那边看看吧 今日风云涌动 天道崩坏 有所巨变 呵呵 我族的人 也该出去走走了 还剩下最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天 会变成如何 火晋国 没想到 出现在了那个地方 一时间 在震撼过后 不知道多少条的指令 从这些强者的口中发出 无一例外 他们都将目光集中在了火晋国 那一处并不明显的无名山上 这一日 整个魔界 都开始战斗了起来 强者纷纷出关 一时间 当真是人心惶惶 一些宗派隐秘了百年的老祖 甚至都在这一日现出了真身 不但是魔界 甚至 这一日 在天玄大陆也是巨变 那一股气息 我神归来 神魔大战再次拉开 百万年的轮回 终于是难以逃过吗 在天玄大陆当中 好几个地方 一道道凌厉的眼神望向苍天 那眼神 仿佛是要看透这一片天 看穿这个世界 去吧 该准备了 十日无多 巨变开始 最终 圣山之上 传来了一声悠悠叹息 这一日 圣山之上 一道道金光闪过 一股股强悍到让人窒息的气息出现 整个天玄大陆为之战斗 同时六大家族之内也是一条条隐蔽的消息出现 天空被撕裂 那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从六大家族当中腾空而起 他回来了 他也回来了 一声声叹息 从一个个墨高的府邸当中传来 让人压抑和窒息 魔戒 去吧 终于 这些叹息最后都化为了两个字 魔戒 天下将乱 谁能独善其身 天玄大陆 魔戒 纷纷反应 世约大陆更是百受吼叫 各大尊者纷纷行动 这一日 世界 似乎乱套了 天崩 从这一日 似乎开始 大雨漂泊 这一日 在魔戒当中 在无名山之上 一道身影傲然冲天 不多时 那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无名山外 没想到 反应如此强烈 看着仿佛迎来了世界末日的时空 这一道身影的主人悠悠叹息了一声 低头看去 只见他的手中 却是漂浮着一块不到巴掌大小的金银玉牌 咦 闹出的动静 很大啊 雨目当中 王臣苦笑了一下 王臣 没错 此刻出现在这边的赫然不就是他吗 更让人骇然的是他的这一番话 这漫天大雨 乌云改天 雷电交加 他 竟然说是他手中的那一枚金银玉牌闹出来的 天道崩坏 世间扭曲 不愧是真神之物 叹息了一生之后 王臣喃喃着说道 天令 他手中这一枚金银剔透的权杖 竟然便是往日纳秀机斑斑的天令 四十九天的时间 如今 借助真神精血 借助无上神魂 借助轮回之音 小世界 王臣 终于是艰难地将他炼化 这才是神明之物 与他相比 甚至 四方天印都显得有一些不够看了呢 任谁 也想不到 如此巨大的动静 让无数强者动容的变化 就是王臣手中的这一枚权杖引起的 甚至就连王臣都不知道 他炼化这一枚玉牌 竟然是天崩的开始 这是一根岛火索 该走了 此地不宜久留 看了看身后的无名山 王臣很快便是有了打算 他第一时间融入雨幕 逃离了这个地方 动静太大 炼化完成的那一刻 气势冲天 那一股气息 他最终没有能够压制住 恐怕已经被无尽强者察觉 如此气息 怎能不引来那些强者的搜寻呢 如今的王臣 还不是那些强者的对手 大雨漂泊 王臣孤身在雨幕当中飞速前进 若是仔细观察 却是断然能够看得出来 这一刻 他竟然脚步着地 身轻入燕 饶是狂风暴雨 却也是无法将他的一脚轻尸分毫 那些雨水 来到王臣身体之外一尺处 却是受到了无形能量的禁锢 往后 再也无法前进分毫 两日之后 雨城 王臣站在了这边 火境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此地 已经远离了仓楚郡 接近火境国皇城所在 大雨 总算是在昨日落幕 沉寂了数日之后 再压抑了数日之后 终于 毁灭之后引来生机 今日 雨城似乎也是显得格外热闹 街道纸上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毫不热闹 这般繁华的模样 让人着实扎舌惊讶 而更让王臣诧异的是 进入城内之后 他骇然发现 城内高手无数 强者随处可见 这 比起当初的苍龙城来说 俨然是要更加繁华一分 总算不下雨了 听说了吗 前几日好像天道开始崩坏了呢 是啊 据说是真神不死 恩 真神不死 神魔不灭 看来 世道真的是要变歌 走在街道上 隐约之间 王臣能够听到一阵阵的议论声传来 真神不死 神魔不灭 这一句话 让王臣心中一跳 这又是何意 真神不死 王臣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那一枚天令 当日炼化天令 想到炼化天令之时发生的场景和看到的东西 王臣脸色有一些苍白 若是此物代表真神 那神魔呢 真神不死 神魔不灭 既然如此 神魔又是何物 嘿 管他什么真神 神魔 不就是三界融合麻 天玄大陆 赤月大陆 我倒是期待呢 封印百万年 我魔族 要杀回来了 继续朝前走 王臣发现 人群当中 关于真神不死 神魔不灭的话题似乎成为了永恒 成为了热门 所有人都在谈论 三界合并 魔族归来 这让魔界众人跃跃欲试 兴奋无比 被真神封印百万年的他们 似乎看到了希望 王臣心中一沉 一场无边的危机 这一刻已经开始蔓延 魔界之内 强者无数 各个彪悍 若是如此 那天玄大陆 为以百万年的压制和不甘 能够让这些人爆发出多大的怨恨和愤怒 正如青天愁所说 这三界要变天了 在滚滚场合 乱战当中 谁又能够独善其身 这几日 王臣隐约感受到了数道强大无边的气息出现 是那些不朽的老家伙 归来了吗 看着人群 看着远方 王臣的眼神飘忽 有一些出神 告 而正在此时 在王臣出神指示 突然之间 一声大吼声震动九天 炸得所有人的耳朵生疼 魔主下令 七日之后 天人之欲开启 各方强者 皆可入内 紧接着 紧接着 在王臣等人还不及反应又是一个震动九霄的声音传来 不但是这羽城 这一刻 在苍龙城 活进国之内 任何一个城池 乃至魔界之内 任何一个城池当中 同样的一句话 炸开 魔主所指便是魔界三国之主 这一次 三国之主同时下令 昭告天下 天人之欲 七日之后开启 让无尽强者前往进入天人之欲 听着那震动九霄 语音阵阵威严无比的声音 王臣 震撼了 不但是王臣 所有人都震撼了 轰 只是下一刻 便是一阵哗然声传来 天哪 天人之欲要开启了 传言 天人之欲 机缘无穷 千年一开 此番 要开启了 想来是三位魔主 见到天道崩坏 要开始历练强者了吧 是啊 三界即将融合 我等魔界之人 准备征战 天人之欲开启 着实是魔恋人的好地方 哈哈哈哈 天人之欲 机缘来了 走 前往魔兜 哈哈 我也去 在哗然之后 一阵阵兴奋的声音传来 天人之欲开启 这是何等机缘 往常 这天人之欲更是只许少量人员进入 千年一开 如今 却是允许各路好强入内 众人又岂能放过这个天大的机缘 人潮涌动 之前还喧闹繁华的羽城 这一刻 显得混乱 众人所指 便是魔兜 魔兜 天人之欲 或许 我也该去看看 站在人群当中 此刻 王晨看着这一幕 眯着眼睛 心中暗暗的喃喃道 他 这一刻也是产生了无边的兴趣 第1632章火城 魔主昭告 天下敬之 天人之欲即将开启 这件事情转眼之间传遍天下 不知道让多少人疯狂而动 火镜国魔兜 一时间 这边便是成为了无尽强者镜相聚集的地方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番考虑 第二天 王晨也是迅速地踏上了前往魔兜的道路 此地距离魔兜尚且还有数万里之遥 剩下短短数日时间 只是 很快的 在出发之前 王晨意识到了不妙 按照昭告所说 再有七日 天人之欲就要开启 这七日的时间 太短了 就算王晨用尽全力前进 也未必能够赶在七日之内抵达魔兜 快 快走 听说我与城传颂阵就要开启了 然而 就在王晨头疼不已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消息传来 旅程传颂阵就要开启 这一座往日少有开启的传颂阵在如今要大开 难道 王晨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看着身边几个轻生交谈的人 他不免多注意了一下 是魔兜 其中一个中年也是很好奇地询问道 没错 是魔兜 天人之欲 再有七日就要开启 魔兜下令 各城开启传颂阵 否则 我活进过好汉数十万里 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赶得及前往魔兜之内 也是 既然如此 那便好了 是啊 城主下令 各方修士 想要前往魔兜 只需缴纳一千墨金币便可 紧接着 就是几个人议论纷纷 听到这边 王晨心中确实一下子松了下来 之前 他可是还在为如何前往魔兜而烦恼呢 如今 却是有了方法 传颂阵 没想到如此古镇就要开启 这倒是方便了不少人 一千墨金币 对于寻常人来说 或许是一笔巨大的数目 但是 对于如今的王晨来说 不过是沧海一宿罢了 要知道 在玄阅楼当中 当初王晨可是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一枚圣草 让他身价千万 在有三日 则传颂阵便将开启 到时候我等一同前往 耳边传来的议论声让王晨逐渐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传颂阵之上 而后 王晨便是没有多注意众人的交谈 独自离去 还有三天的时间 王晨决定 便在宇城之内多留三日时间 他 要等待古镇开启 三日的时间一晃而过 这三日的时间当中 王晨极尽能力地提升和巩固自己的实力 玄阅六级 这便是如今王晨的实力 练化圣花丹 让王晨顺利地踏入到了玄阅五级的行列当中 而后 他更是练化天令 在天令的机缘之下 王晨顺利踏入玄阅六级 如今的王晨 以玄阅六级的实力 若是配合上巴门盾甲 血脉天赋 朱雀烈焰 还有那恐怖无比的六道轮回领域 以及天令和四方天印 他的实力 已经恐怖到了极致 玄阅七级又算什么 若是当初王晨有如此实力 面对腾家老祖何必逃窜 完全可以直接斩杀 就算如今有玄阅八级强者出现在王晨面前 他也照杀不误 唯独玄九级的大能 或许才能够让王晨多忌惮上一些 该出发了 想到自己的实力 如今的王晨 那是信心满满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足够的自信 终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王晨踏出了藏身数日的酒楼 前往宇城城主府 城主府之前的广场上 今日人潮涌动 毫不热闹 整个宇城的强者 甚至是四方豪杰天骄 今日全部聚集在了这边 传颂阵法 今日开启 引来了无数人的等待 此番 魔兜之行 当真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啊 天人之欲 这些往日很多人听都没有听到过 或者只是在传说当中听到过的地方 如今就要开启 并且 破天荒的允许更多人进入 这怎能不让人感觉疯狂 传颂阵即将开启 使用传颂阵 一次一千墨金币 在广场最前方 一个军官大声地宣布 一千墨金币 该死的 这么贵 这简直就是压榨 一千墨金币啊 这可是一笔大数目了 甚至足以让一百个寻常人家 很好的过上一年了啊 饶氏之前听到了这个风声 此刻得到确认 知道了这个价格之后 还是有不少人感叹了起来 哈哈哈哈 一群 底层的穷人 一千墨金币又算什么 连这一笔财富都拿不出来 又何谈前往磨兜 进入天人之狱 听着众人议论纷纷的声音 突然之间 人群内 传来了一阵冷笑声 下一刻 一道硕壮的身形拔定而起 一千墨金币 算我一个 紧接着 来到最前方 他毫不犹豫地丢出了一千墨金币 得以进入广场当中 还有我 我也是 有了第一个 很快的 第二个 第三个人便是冲出 人群一下子混乱了起来 而之前那些高喊着一千墨金币 太昂贵的几个人 此刻面色涨红 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看着这一幕 王晨在心里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确实如此 那个壮硕的男子说的没错 一千墨金币 是很多 但是 对于一个强者来说 这又算什么 他们修炼 购买修炼之物 动辄数万 数十万 乃至数百万的墨金币 一千墨金币 不过是沧海一宿罢了 连这一笔钱都拿不出来的人 那么 他们的实力又能如何 就算是去了天人之域 恐怕也是找死 这 或许算是第一个门槛 而且一座古老的传送阵开启 需要的资源却是足够的恐怖 一千墨金币 不过是沧海一宿罢了 又能有何用 帝国 这已经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从这边 却也是能够看出 为了此番天人之域开启 帝国也是下定了决心 极其重视 叹息之后 王晨也是随着人流缓缓地朝着前方而去 算我一个终于不知道进去了多少人之后 王晨缓缓地来到了千帆说道 话音落下 他掏出了一千墨金币直接交给了为首的军官 而后进入到了内部 这是城主府之内的一个偌大的试炼场 黄沙铺垫 气势盎然 让王晨破有一种进入到了修罗领域当中的感觉 足足一天的时间 终于这个广场之内却是再也无法挤入人员 好 一万人 阵法开启 希望诸位能够获得好机缘 夜幕时分 看着是炼场之内挤满的人员 宇成城主终于出现 眼中金光流动 不过一扫 他便是知道 此地竟然是狙击了近万人 无意不是强者 看到这边 他心中叹息了一声 天人之域 又哪里那么好进入 这些人当中 不知道又有几个人能够进入其中 开 阵法开启 竟然是以整个炎武场为阵法 能量冲天 阵法转动 下一刻 白光笼罩 天地失色 时空之门开启 王晨等人转眼便是进入到了这一条时空通道之内 世界 仿佛开始变得黑暗 天地 似乎都在旋转 一阵震惊呼声这一刻传来 一万人同时传送 这一个时空通道 到底是如何的强大 让王晨都吃惊不已 只是 这么多人同时传送 危机却也是开始出现 啊 刚传送片刻 突然之间 一阵震惊呼声 惨叫声便是传来 鲜血飘洒 不好 不好 是时空风暴 天哪 时空风暴出现了 赶紧抵挡 前方狂风呼啸 周围阴风阵震 这时空通道之内开始出现阵阵狂风 就是这样恐怖的时空风暴 转眼之间便是带走了数百人的性命 更是让尽千人浪不堪 在如此危机之下 众人连忙朝着核心地带拥挤而去 而后 全神贯注 连忙是警惕地看着四周风暴 饶是如此 却依旧也是时不时血肉横飞 惨叫声此起彼伏 一个又一个的强者倒下 这更是让人心惊胆战 逐渐地 人群开始骚动 为了一些安全的位置 甚至开始有人大打出手 就连王晨也不免地被牵扯了进去 若不是他已无上手段直接震杀熟人 展现出强大的实力的话 还不知道要陷入何等危机当中 看看现在众人相互厮杀 便是知道何等疯狂 这 或许是有意为之 站在角落当中 避开危险 王晨眯着眼睛心中暗暗想到 他的心 一下子变得有一些沉重了起来 有意为之 没错 王晨想到了 同时传送这么多人 本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但是 却是没有丝毫地提醒 而火镜国会想不到这些吗 显然不会 他们 在无声无息当中已经开始选拔 从一千末金币的门槛 再到时空风暴 再到争斗 第一时间 他们便是将一些浑水摸鱼 实力弱小之辈 直接删除出去 只不过 如此删除 却是血腥了一些 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这也是让王晨见识到了魔族手段的残酷和果断 毕竟 天人之欲不是那么好进入的 在厮杀当中人员减少 终于 在时空通道消失 众人在一次出现在火镜国当中的时候 之前的一万人 如今 剩下的竟然不到六千 有接近四千人 在通道之内丧命 而伴随着这些鲜血的飘洒 王晨等人 也终于是来到了火镜国魔兜 火城之外 第1633章震惊的消息 城高百丈 维俄耸立 气势辉煌 火城 仅此两字 却是犹如龙游太虚 飞杀走失 那一股棒薄的气势 让人心有震撼 这到底是何等的强者 才能够写下如此两个字啊 初代魔主 又或者是哪一个大魔 甚至是魔神 王晨难以想象 他们 现在已经出现在了火城之外 没错 是火城之外 而不是内部 毕竟 这是火镜国帝都 哪里那么容易进入 若是阵法能够轻易地 传送人员进入城内的话 那火镜国 或许早已经不保 又来了一批 嘿嘿 不错 六千余人 正在此时 前方传来了一阵小声 咚咚咚 下一刻 一阵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只数百人的黑甲军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帝国黑甲 这是火镜国的黑甲军 传闻当中最强大的军队 宇成的 看着众人 那为首的军官询问道 我等乃是宇成之人 连忙有几个中年男子和老者回答道 恩 果然是宇成 好了 你们可以退下了 数十里之外 有一处山谷 那边 便是你们的容身之地 点了点头 为首的军官突然说道 什么 让我们退出数十里 这怎么可以 我们要入城 对 我们要入城去 你们不能如此 顿时 听到军官的话 人群哗然 一阵阵不甘心的声音传来 几个人站出来大声地说道 只见这几人 身穿锦衣 显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的人 便是大宗门派的核心成员 身份显赫 恩 但是 他们的话 却是让为首的军官眉头一皱 下一刻 眼神逐渐冰冷朝着众人扫去 你们都认为如此 他们一着眼睛询问道 声音很轻 但是 却很冷 那一道冰冷的目光扫过众人 顿时是让所有人感觉身陷冰窖之内 一股寒意生疼 沉魂 在这一刻微微震动和战斗 场内顷刻之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在这一股无形的压力当中 都是老实地闭上了嘴巴 强悍 太强悍了 就连王晨此刻感受到了这一道眼光之后 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暗暗的响道 那一股无形的气势 竟然将王晨都直接镇压 让他的神魂微微跳动 他 既然都有一种无力感 这最起码是玄阅九级的强者啊 已经接近到了强大的纯阳境界 这火靖国当真是强者如云 以如此强者率领的黑甲军 难怪被称为最强 不知道其中又有多少强者 这火靖国 到底有多少强者 王晨的心中翻江倒海 却是震撼无比 好了 你们退去 数十里之外山谷 才是你们的容身之地 城内 容不下你们这些多人 其余城池来人 也都驻扎那个山谷 终于 在陈吉当中 为首的强大军官说道 想来也是 此番因为天人之欲即将开启的事情 又不知道是有多少的强者 都来到了魔兜这边 若是让所有人都进入其中的话 魔兜再大 也难以容纳 这最起码是数十万人啊 远处山谷 面对强大的军官 众人终于是再也没有了一丝反抗之心 所有人朝着军官所说山谷而去 走出数十里 终于 众人见到了那个军官口中的山谷 山谷纵横数百里 宽大无比 此刻 山谷之内 却是早已经聚集了不知道几万人 人头涌动 好不热闹 这边 仿佛就是一座小城池 哈哈 又有一波人来了 也是被驱逐而来的吧 看来 此番天人之欲当真是吸引了太多人啊 见到宇成之人前来 一阵阵喧闹声传来 有叹息的 有嘲讽的 有感慨的 很快的 来到这个山谷之后 众人便是分散而开 各自占领了一块地方栖身下来 看着山谷之内聚集的不知道多少万人 此刻 王臣的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宇成的人来了 其宇成时的人也来了不少 不知道 苍龙城那边 王臣放眼望去 试图在人群中寻找出一丝线索 苍龙城 他们来了没有 齐敖 他 来了没有 还有孤狼 葛浩 他们又来了没有 各路浩强纷纷齐聚在这边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王臣心中不由得有一些不安了起来 这 似乎也是一个局 是火晋国设下的局 轰轰轰 果然 在王臣担心之时 远处传来了一阵阵轰鸣声 确实有几个强者交战了起来 或者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或者是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山谷 似乎越发的热闹 远远地站在这个小土丘之上 王臣眼神复杂 这或许是火晋国想要是火晋国想要的结果吧 听说没有 前一段时间 荒原集粮出大事了 突然之间 王臣听到不远处 几个人在那边轻声交谈 你才知道 这件事情已经沸沸扬扬了 传言当中 神魔伏地宝物出现 其中便有一番四方天印 听说太古时期 那是一名大魔手中的神器 是啊 被一个名为王臣的年轻人获得了 不过 各路强者没有放弃纷纷追杀 但是 那王臣却应声逃过 最后在荒原集粮当中消失武宗 这王臣也当真了得 听说他斩杀了北海郡郡守的一个地点 那可是玄越武级的强者啊 恩 好像是如此 北海郡已经放出话 要活捉王臣 一阵阵议论声传来 让王臣眉头逐渐地皱了起来 北海郡 这可是火进国之内的一个大郡 没想到 被自己葬身之地当中斩杀的 那个玄越武级的强者 竟然有如此来头 对了 前几日的那一场一变 你们听说了吗 据说已经有时空裂缝出现 有几个大能已经强行推送青年才郡 进入赤越大陆了 还有天旋大陆 又是两个今天的消息 从另外一个方向爆出 天下 虽然还未彻底巨变 但是 火苗已经出现 没想到 魔族已经开始渗透 天旋大陆 也不知道那边又是如何了 密着眼睛 王晨心中暗暗地想到 如今 变化出现 不知道天旋大陆那些隐秘的强者是否已经出现 又有几个 恩 而正在此时 王晨无意当中 隐约之间看到了一道身影 这让他眉头顿时紧锁了起来 心中出现了一丝警惕 因为 他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 赫然就是苍楚郡苍龙城的柯营 他 也已经出现在了这边 他的出现 让王晨意识到 苍龙城的人出现了 那起熬 只是 那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确实很快没入到了人群当中 嘿 我这边有一个重大的秘密 不知道你们是否想听 突然之间 不远处传来的一阵低语 确实拉回了王晨的注意力 他忍不住多注意了一下 什么秘密 在那个男子身边的几个人询问道 苍龙城 听说 苍龙城变天了 没看到苍龙城的人还没有来吗 那个率先说话的男子 一句话确实实破惊天 让王晨心中狂震了一下 苍龙城 变天了 发生了什么 苍龙城的人还没有来吗 那之前之间看到的 难道不是柯营 王晨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轻声低语的几个人身上 这苍龙城变天了 不过 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 听说 苍龙城公子奇敖发难了 他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更是联合审法 控制了苍龙城 如今 苍龙城城主 苍楚郡郡首已经消失无踪 他们正在追寻郡主柯营的下落 那个男子继续缓缓地说道 一番话 却是早已经让王晨心中波涛汹涌 他 早已经是没有了继续听下去的心情 苍龙城变天 苍楚郡变天 郡首消失 郡主逃亡 这一系列的消息 给王晨带来的震撼太大太大 他 完全没想到 短短一段时间 苍龙城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这齐敖竟然做出这等事情 如此说来 之前自己看到的那一道身影 或许当真不是看错了 那真的就是柯营 他就算是在逃亡 也是来到了这个地方 同时 王晨心中更震撼的是 齐敖竟然与神阀联手能够对付郡首 柯营的父亲 王晨见过 强悍无边 深邃犹如大海 这样的强者竟然被逼得消失无踪 是被斩杀 还是逃走 又或者是 此刻 这个消息 给王晨带来的震撼太过于强大 齐敖 你的实力 到底如何了 难道大魔的传承 让你已经可以对付郡首了吗 心中越发地沉重了起来 王晨眉头紧锁 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这一块地盘 我们要了 你们 全部滚 然而 这个山谷之内 从来不缺乏一些资讯 更不缺乏混乱 在王晨刚得到震撼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消耗的时候 只见不知何时 山谷之外却是又有一只巨大的队伍进入山谷 其中 为首的几个青年和几个中年男子 一进入山谷 更是直接开始发难 他们想要占据王晨所在的这一块偌大的地盘为他们自己所用 语气 霸道无边 仿佛俯视苍生 他们的话 似乎就是命令 强大的气势 直接开始镇压 让不少人脸色苍白 眼神不甘 第1634章分乱 突然之间 出现在这边的一批人以霸道的口吻要求所有人离开 这顿时是让众人神色大变 不少人脸上都是露出了愤恨的神色 要知道 在这个小山丘之上落脚的人 没有一百 那也有八十啊 这些人当中 更是不乏强者 面对如此局面 怎能不怒 就算是王晨 此刻听到这些话 都是忍不住眉头紧锁了起来 他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不快的神色 是忧诚的人 没错 是忧诚的人员 这一次 忧诚来了不少人 恩 大概有三千出头 同时 远处不少人见到这一幕之后 都是议论纷纷 一盏茶之内 全不管 否则的话 在众人愤恨不已的时候 这一波来到此地的人 却是面色清朗 其中 为首的一个男子 面色更是清冷地扫视了王晨等人一眼 不带一丝感情 甚至 眼中隐隐地闪烁着一丝冰冷的气息 没有人会怀疑 若是这一刻不按照他们说的话去做的话 那这些人必然会出手 一股无形的气势 这一刻开始缓缓地蔓延 那冰冷的气息 让王晨瞳孔都是忍不住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杀气 心中一跳 王晨神魂猛然震动了一下 这是杀气 而且是仿如石之一般的杀气 很是伶俐 也不知道这个为首的冷面男子 到底杀过多少人 手中沾染了多少鲜血 留下了多少生命之后 才能够凝聚出儒的气息 这 绝对是一个高手 不需要出手 不需要展现实力的气势 王晨便是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判断 让我们走 我们就走啊 你们欺人太甚 在这个冷面男子的威压之下 一些察觉到不妥 实力不算强大的人 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这一部分人很快离去 但是 小山丘之上 此刻依旧确实留下了数十人 其中 一个中年男子更是带着一丝怒火横道 就是 你们凭什么让我们走 这边是我们先来的 山谷还有这么大 要驻扎 找别的地方去 有了第一个人带头 很快的 便是有第二个人 跳出来一份填音笛说道 没错 我们不会走的 紧接着是第三个年约 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冷横道 找死 听到眼前三个人的话 冷面男子眼中 骚然寒光闪过 羞羞 下一刻 他的身形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不知道多少人大吃一惊狠狠地 倒吸了一口冷气 尤其是之前站出来反抗的三个人 神色更都是大变 不好 三人惊呼出声 连忙朝着一边躲闪而过 但是 一切 似乎确实已经晚了 碰碰 沉闷的撞击声传来 伴随着凌厉的破空声 扑痴 鲜血飘洒 第一个站出来反抗的中年男子 一下子被击飞了出去 瞪瞪 紧接着 那个冷面男子身形不过唯唯一顿 便是在此消失 而后 同样的撞击声传来 同样的鲜血飘洒 甚至还伴随着一丝骨骼的断裂声 第二个人也是很快地被轰飞了出去 之后是第三人 不过是眨眼之间 这三个站出来反抗的人便是全部被轰飞了出去 毫无抵抗之力 碰碰碰 三个人纷纷都是被轰飞出数十丈之后 狠狠地砸落在了下方的山谷当中 闷横声 惨叫声紧随着蔓延而开 三个人的脸色煞白 甚至 命悬一线 撕 见到这一幕 不知道多少围观的人都是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 太快了 天哪 这 这最起码是悬跃终极的实力了 应该 应该没有 但是但是 却也最起码是悬跃三级左右的实力了吧 恩 差不多悬跃三级这样 被轰飞的三个人 可是有一个悬跃一级 两个星辰九级啊 这些人可 都不是弱者了 震撼的场面 让所有人悍然之后 都是忍不住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冷面男子展现出来的霸道手段 着实是有一些震撼人心 这出手 太果断 太强悍了 看着这一幕 山丘之上 一时间 极尽一片 鸦雀无声 现在 还有人有意见吗 而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冷面男子却是仿佛没事人一般 返回到了原地 冷冷地扫尸了一眼剩下的人 这山丘 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 争用了 她的话 不容置疑 那冰冷的眼神扫过 仿佛是梁炳利刃一般 画过每一个人的心头 让不少人感觉心惊胆战 雷霆之力 立下威严 此刻 又还有多少人敢去抵抗呢 虽然不甘 但是 在这男子的威严之下 一时间 众人再次纷纷退去 山谷之内 还有很多空地 谁也不愿意在这边得罪这样一个强者 而且 明显的是很有实力 很有势力的强者 尤其是他口中提到的那个小姐 更是让人忌惮 能够有如此一批强悍的手下作为先锋 那个小姐又能够差到什么地方去 指不定 就是幽州的天骄 再不济纳也是幽州豪门的小姐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得罪得起的 转眼之间 众人纷纷退去 山丘之上 却是变得空落落了起来 王晨 没有退去 他 从未像这样的人低头过 这一块山丘 他不会轻易地离开 这是一个有力的地形 一旦下去 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很可能随时都会爆发的混乱当中 那绝对不是好事 他 必须留在这边 这些人 还不至于能够镇压他 而让王晨意外的是 他没有离去 此地却也是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没有离去 那是一个年约27、8岁的男子 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男子就那么坐在山丘之上 看着这一行突然出现的人 恩 见到众人纷纷退去 冷面男子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 只是 很快的 在看到王晨和另外一个男子没有离开的时候 他却是眉头一皱 你们 可以离开了 他扫视了一眼王晨和那个男子横道 忧成机家 好大的威风 终于 在冷面男子下达最后通牒之后 距离王晨不远处的那个男子起身 伸了一个懒腰冷笑着横道 这边不是幽州 收起你们机家那霸道的作风 突然之间 他眯着眼睛朝着冷面男子看去 眼中一丝寒光一闪而过 机家 天哪 是机家 是机家的人 忧成机家 这可以算得上是火镜国之内属的上名的大家族了吧 可不是 整个忧成 独立帝国各郡之外 自成一体 忧成不大 人口百万 但是 那边却当之无愧的是机家的天下啊 没想到是这个家族的小姐来了 难怪 机家 这两个字入的众人的耳中 顿时是引来了一阵波澜 不少人都是惊呼出声 幽城机家 这名头太过响亮 就连王臣听到这个名字都是忍不住眉头一皱 这个家族 就连王臣都有耳闻 好了 没事的话 你们滚吧 机家在幽州的那一套 在这边不管用 众人惊呼不已之时 那个道出机家身份的男子 却是淡然地看着机家的这一批人横道 虽然明知道这些人是机家之人 明知道机家是庞然大物 但是显然这个男子似乎并不将机家放在眼中 你说什么 听到男子的话 冷面男子面色一冷 哼 找死 这一次 他是真的怒了 机家 威严不可侵犯 以前 没有人能这么做 如今 更没有 身形一闪 化为流光 冷面男子便是朝着前方的男子直扑而去 呼呼 冷面男子的双掌直接轰出 带动狂风呼啸 顿时 一幕荧光蔓延而出 那荧光 如同九天银河一般璀璨 带着霸道和毁灭的气息 机家五味 嘿嘿 也就这样了 全跃三级 也要放肆吗 面对冷面男子扑来 站在原地的那个男子不紧不慢 他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和恐惧 甚至 是显得轻松无比 知道机家的身份 还敢如此说话 他 其实无用之人 或者 便是有强大无双的实力 或者 便是有不可撼动的背景 来得好 今日 我就带机家教训一下你这条咬人的狗 紧接着 就在冷面男子眼看着就要攻到身前之时 站在原地的男子眼中寒光一闪 羞羞 他脚下诡异地移动了两步 但是身形却是已经略出十数米 不躲不闪 他直接迎着这个冷面男子而去 轰轰 双掌最直接的交锋 却是爆发出了无尽的风浪 那一连荧幕洒下 恍如洪水滔天 而后发制人的男子 却也是双拳震撼 似要破天 这一次的冲撞 那五行的气浪直接席卷百米 轰 在轰鸣声当中 一抹鲜血飘洒而起 绚烂无边 愣横声传来 下一刻 仅仅是一瞬间的交锋之后 机家的冷面男子却是犹如炮弹一般狠狠地倒飞了出去 全越三级的他 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个男子一招之敌 败 毫无疑问 第1635张算计 狠狠地砸落在了数百米之外的地上 冷面男子艰难地爬起来 他的嘴角不断地溢出鲜血 神色变得惊疑不定 这一次 天人之欲开启 强者自然不少 但是 据他 据他所知 真正的那些选乐级强者还没有出现 他们 会在最后两日才会出现 这前几日来的一些人 不过都是一些寻常舞者罢了 更何况 之前 他以神师扫过这个山丘 断定这边没有几个真正的高手 这才如此霸道满横 谁想到 现在却是遇到了一个预料之外的强者 他脸色变换着 看着眼前重创他的男子 面色阴沉 你既然知道我们是姬家之人 你到底是谁 冷面男子面陈如宾 姬家 这在幽州可是神圣的名字 甚至 在火晋国 那也是身身无比的名字 现在却是被人如此对待 颜面何存 华 与此同时 之前突然之间急进下来的山谷 这一刻也是哗然了起来 强者啊 没想到 竟然在这边也隐藏着一个强者 而且 对姬家如此的肆无忌惮 这 到底是谁 一时间 众人心惊不已 疑惑万千 能够对姬家如此出手的人 又会是何方强者 或者是哪个强大势力的传人 嘿嘿 姬家 很了不起吗 那个姬一人是不是来了 让他出来见我 听到冷面男子的话 站在王臣身边不远处的那个男子 却是嘴角挂着一丝不懈的冷笑横道 男子一番话 更是霸道无边 这一番话 再次让所有人动容 似乎 他们已经感觉到 一股风浪 要来了 这绝对不是寻常的出手啊 这个男子口中的记忆人 那又是谁 姬家的核心人员吗 那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啊 你 就连冷面男子此刻听到这个名字 脸色都是忍不住骤然变化了一下 记忆人 这个名字 姬家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可是如今姬家最核心的一脉成员 在姬家之内 地位可想而知 冷面男子脸色顿时是变换了起来 去 请公子过来 深吸一口气 他沉生朝着身边一个手下吩咐道 这一刻 场面逐渐地安静下来 众人都在等待 等待那个记忆人的出现 同时 所有人看着口出狂言 霸道无边的 那个男子眼神都是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此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就连王晨 都是露出了一丝诧异和疑惑的表情 不多时 山谷之外 一直约莫六七十人的队伍 逐渐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在队伍的中心 两辆豪华的马车 更是彰显着主人的身份 这姬家 果然是好大的身份 好大的气派 到了此处竟然还摆出如此阵仗 可不是 这马车 恐怕也是穿越空间通道而来的吧 姬家 真不愧是大家族啊 看着这一支队伍 一阵阵的喧哗声传来 众人更是紧紧地盯着那两辆马车 会是几家何等的成员身处其中 在众人的注视当中 终于 前方的一辆马车之内走出了一道身影 身着一袭华丽的锦衣 手持一柄金光璀璨的折叠伞 投树金冠 脚踏翻云靴 这个男子却是给人一种风度翩翩的感觉 他的身体之上 更是仿佛与生俱来 便是带着一股高贵的气势 俯视苍生 这 便是姬一人 不愧是大家族的成员 当真是气势不错 看着这个男子 就算是王晨在心里都忍不住赞了一声 姬家 身为火镜国之内 有数的几个大家族之一 算得上是贵族一脉了 此等人 却不是奇遥之流能够媲美的 身份 相差太多 江晨远 没想到你也来了 走出马车 看着磁石站在山丘之上的男子 记忆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而后 确实露出了一丝笑意缓缓地说道 此时此刻 竟然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 这个记忆人没有让人感受到他一丝的愤怒 江晨远 这赫然便是之前出手男子的名字 江晨远 江家 江 他 竟然是 是清澄江家的人 江家 说出这两个字 山谷之内 不知道几万人再一次脸色变幻 江家啊 这可是媲美姬家的江家 没想到 眼前的这叫做江晨远的家伙 他竟然是江家的人 难怪 难怪他敢如此抗衡姬家的人 这江家本身就是一个大家族 也算得上是火进国之内的名门了 地位 不会比姬家差到什么地方去 而且 更主要的是听说 数百年前不知道因为何时 江家与姬家突然之间大打出手 两家关系这百年来 一直都不好 甚至时不时依旧是不断地出手 本就属于两个对立的家族 这一刻他们的后人在这边碰在了一起 怪不得 这是要掀起一场风浪吗 哈哈哈哈 机翼人 你果然还没有忘记我 怎么 现在出了幽州还在摆你们姬家的威风吗 嘿嘿 看来 上一次 我就该好好的教训一下你 让你知道怎么做人 不过 今日也不晚 我倒要看看 今日谁能够驱逐于我 看到机翼人 江晨远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横道 紧接着 话锋一转 他 却是突然看向了从始至中还未说过一句话的王晨 兄弟 你说是吧 这一座山丘 咱们两个人站下了 谁敢来动 说完这一番话 江晨远笑了起来 他 缓缓地朝着王晨走了过去 最后 最后 站在了王晨的身边 这一下 伴随着江晨远的话 似乎这才有人注意到始终站在一边的王晨 之前的王晨 一直没有说话 却是让不少人都忽略了 这着实是因为江晨远气势太盛 他一人便是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罢了 现在 看到王晨 众人这才露出一丝诧异的神色 怎么还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难不成 他也要对抗姬家不成 他 难道也是江家的人 或者有什么大背景不成 只是一瞬间 王晨便是感觉到 不知道有多少的眼神都投注到了他的身上 就连姬义人也是忍不住多看了王晨两眼 隐约之间 王晨感受到了姬义人眼神当中的一丝寒光 江家 江晨远是这个家族的人 他嚣张 或许还可以理解 但是 这个他所不认识的家伙 难道他 也要抗衡姬家吗 姬家的威严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挑战的 感受到这一切 王晨的眉头忍不住皱了一下 但是 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前方 此刻 贝拉进来 他想要跳出去 确实已经来不及了 看了看身边的江晨远 王晨眼神显得淡漠 这家伙 不是什么好人 嘿嘿 兄弟 别这么看我 说实话 那姬义人实力不错 嘿嘿 不过 你放心 我来对付 你的实力 肯定不弱吧 嘿嘿 那些小喽喽交给你了 到时候 我帮你抢一个姬家的小姐 怎么样 似乎感受到了王晨的眼神 江晨远压低了声音 在王晨身边小生弟说道 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谁能想到 这家伙 此刻真正的目的 竟然是放在了 姬家小姐的身上 而且 想要用这样的方法 将王晨给套住 不得不说 这家伙 想法有一些奇特 就算是王晨听到他的想法 也是忍不住嘴角一抽 不知道为何 他感觉在这个江晨远的身上 看到了狂人的影子 不需要 收回心神 王晨看着江晨远 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 笑话 王晨可不是来找姬家麻烦的 他 也不是江家的人 何必去招惹姬家 这样的庞然大物 双方本就是没有什么仇恨 王晨可不想涉足其中 之前留下来 只是因为不满姬家人 做事的态度和嘴脸 至于合作 没有太大的必要 别啊 我听说那姬家小姐貌若天仙 你不要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既然你不要就让我收了吧 咱们先解决了这些人再说 见到王晨竟然拒绝了自己的建议 江晨远连忙继续说道 不需要 王晨眉头一皱 淡淡地说道 兄弟 你不会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在这边被围攻吧 你也看那些家伙不爽是吧 那咱们就踩了这些家伙去 那啥 再说你现在 嘿嘿 那记忆人不是什么好鸟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现在要退出去也迟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解决了他去 江晨远连忙蛊惑道 一番话 让王晨的面色显得冰冷了下来 这江晨远果然不是什么好鸟 他这一刻其实已经是将王晨拉到了他的战船上 尤其是此时 他跟王晨勾肩搭背的 在这边轻声说话 记忆人等人会没有看到 这更是让王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王晨知道 他被江晨远算计了 因为这一刻 他已经感受到了记忆人冰冷的眼神 感受到了姬家那些侍卫们冰冷的眼神 似乎这一场霍水 他是很难躲开了 第1636章天令出 江晨远 这一块山丘 我们姬家想要驻扎 若是你不介意 可以留下来 冷冷地看了一眼王晨之后 姬一人终于是开口说道 而后 他看向了王晨 至于你 现在离去 我姬家不予追究 他的话 却是显得冷漠而霸道 不给王晨丝毫说话的机会 嘿嘿 不好意思 我还真不想不介意 不是不介意留下来 而是不能不介意你们留下来 姬一人话音刚刚落下 姜晨远便是冷笑了起来 我不走 被姜晨远拉入到了这个坑中的王晨 忍不住瞪了一眼姜晨远 然后淡淡地说道 或许 就算是没有被姜晨远给拉入到这个坑中 王晨也不会妥协的吧 他 从来不是一个妥协的人 恩 王晨和姜晨远的回答 让姬一人的面色一朗 眼睛唯唯地瞇了一下 看来你们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他轻声地喃喃着 似乎是在自语 又似乎是在对姜晨远等人说 这一刻 山谷当中 安静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是忍不住朝着 姬一人和姜晨远等人看去 这姜晨远与几家抗衡 那是因为背后站着姜家 那王晨呢 这些不知道王晨身份 不知道他姓名的人 顿时是面色变得古怪了起来 难不成 这也是一个什么大人物不成 他 不是姜家的人 那又会是什么家族的人 能够与姬家抗衡 似乎不简单啊 不少人心里都多出了一丝好奇 今夜 注定是要热闹了 哈哈 另外一条路就另外一条路吧 反正 这边我是不会让开 想来 你们也不会轻易地放弃 但是 姬家的威风 对我来说 毫无用处 你们既然不走 那我便将你们打走 正在众人看着场内的情况 小声议论的时候 姜晨远终于是再一次开口说话了 他眼中一道金光暴闪而过 下一刻 周身一股强大的能量升腾而起 在姜晨远的双眼当中 此刻却仿佛是有两轮明月缓缓地转动 毫不诡异 滚 下一刻 他骚然之间 一声怒吼 整个人确实拔地而起 犹如魔神一般地朝着前方扑了过去 他的目标 直接瞄准了机翼人 好 姜晨远 既然你要动手 我便奉陪 看着姜晨远冲过来 机翼人的面色变得清冷起来 他冷恒了一声 嗅嗅 紧接着 身形略出 手中金扇猛然一挥 呼呼呼 一阵阵金色的光芒爆出下一刻连城无尽的狂风海浪朝着前方席卷而去 这一道金光 更是极尽耀眼 照亮了整个山谷 好不恐怖 小子 既然你找死 那便成全你 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边 机翼人身后不远处的一个老者却是将目光锁定在了王臣的身上 将成员有机翼人对付 那整个不知名的男子就交给他吧 咚 话音落下 整个老者身形猛然探出 双手转眼之间便是覆盖上了层层紫光 一步百米 一转眼他便是化为虚影冲到了王臣的身前 双手画爪 直接朝着王臣的胸口处撕裂而去 嗷嗷嗷 一爪抓出 犹如凤鸣九天 那道道紫光更是冲天而起将王臣包裹 其中 蕴含无穷杀� 休想 面对这个功来的老者 王臣的面色此刻也是肃然无比 这老者 实力不简单 他的实力 甚至完全踏入到了悬崖 的层次当中吧 甚至 比起如今的王臣不遑多让 面对如此强者 王臣飞升而退 瞪瞪 两步之下 直接退出数百米 同时 周身气势炸开 王臣整个人一瞬间便是仿佛高大了不止一倍 但是 王臣的面色此刻也是肃然无比 长风随风而动 这一刻的王臣便是魔神将士 啪啪啪 双手叠加 朝着前方拍出 王臣这一刻直接施展出了叠浪斩 他的身份 此刻不适合曝光 在整个山谷之内 数万人当中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想着四方天印 若是身份在此地贸然曝光的话 王臣很清楚 他会陷入到一个如何的危险当中 在如此的情况下 他没有施展朱雀烈焰 更不会施展领域 甚至四方天印 原力之兵 这些容易曝露身份的招式 他都不能使用 单纯的叠浪掌 此刻 王臣只是以此战时抵抗老者罢了 同时 这也是给了王臣一个机会 他 还有一个大无上的宝物还未施展而出 随着王臣的叠浪掌轰出 一瞬间 旋风舞动 光芒绽放 一层层光雾被王臣轰出 犹如海浪 犹如千军万马 一般朝着前方的老者覆盖而去 轰轰轰 撞击声接连不断 那恐怖的气势 震得山丘颤动 狂杀飞扬 一朝之后 两人不分上下 王臣赫然发现这个老者的实力 竟然是达到了弦乐七级的层次 比他想象的还要彪悍一些 这可是已经踏入到了弦乐高级的行列当中了啊 比起腾家老祖 不遑多让 这真不愧是鸡家之人 能够以如此强者作为护卫 也只有这些无上的大家族能够做出了吧 全越六级 想不到 卧虎藏龙 在此地还有如此青年才俊 一朝激烈的交锋 稳住身形 看着前方的王臣 老者的面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全越六级 这倒是让他意外 没想到 如此高手 确实已经入主山谷之内 那还有没有出现的高手 又会如何强大 这天人之欲开启 当真是非同凡响 不管你是不是弦乐六级 敢敢冒犯我鸡家为炎者 杀 在诧异之后 老者却是很快露出了杀鸡 这家伙 与江陈远站在一起 对抗鸡家 这本身就是不容饶恕的事情 更何况 此刻他察觉到了王臣的实力强悍 以如此强大的实力 在年轻一代当中 断然是佼佼者 此番 不出意外 必然进入天人之欲 如今 鸡家已经是与他撕破了颜面 这已经是结下了仇恨 既然是敌人 那便要斩杀 让如此财俊继续存留 对鸡家不是好事 尤其是在天人之欲当中 以他的年岁是进不去了 到时候 小姐与少爷进入其中 此子必然是巨大的祸根 现在 必须展出 鸡家霸道 这一点不错 但是 也正是因为如此的霸道和血腥的手段 让他们成为了火进国强大的家族 在这一片土地之上屹立了万年的时间 沙 一声怒吼 老者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柄黄色小棋 洪水滔天 小棋挥舞之下 瞬间天地变色 轰隆隆 天地颤抖 哗啦啦 无穷无尽的大浪这一刻伴随着小棋的挥舞 竟然凭空而现 声势声势壮阔 毁天灭地 万马奔腾 千军席卷 这大无上的威严要将一切吞噬 在这滔天大浪当中 王臣却是显得如此的渺小 如此的不堪一击 不好 快逃 这 这竟然 鸡家 疯了 混蛋 快点避开啊 老者的这一手 还未让王臣脸色大变之时 却是率先让山谷之内观看的数万人脸色大变 这 洪水滔天 此地位于山谷 若湿润洪水吞噬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啊 这鸡家 太嚣张霸道了 这事将所有人都牵连了进来 轰轰轰 大浪咆哮着 隐约之间 在浪潮当中 甚至有数百上千的洪水猛兽张牙五爪地朝着王臣吞噬而去 天令 到了这一步 想要对抗玄悦七级的强者 王臣已经没有那么容易 玄悦六级与玄悦七级这本身就存在一道门槛 王臣又不能施展领域 四方天应 万鬼令 甚至元力之兵与朱雀烈焰都不得施展 极大的禁锢了王臣的发挥空间 在如此情况下 王臣便是只能祭出了天令 轰 天令出手 八方战斗 随着天令出现 一股寂静的威严开始朝着四周蔓延而去 仿佛要吞天灭壁 圣人之威 横扫八方 天令 数十万年 数百万年之后 重见天日 滑滑滑 天令一处 极尽华丽 光芒四射 照耀苍穹 夜幕 这一刻被撕裂了 天龙降世 面色清朗 王臣此时眼中寒光闪烁 这鸡家老者 好狠的心 他不但是对自己产生了杀鸡 更是想要趁机磨灭山谷之内不知道多少的人啊 鸡家 竟然如此霸道 他 这是要为鸡家的人扫清更多的障碍吗 王臣 岂能让他如愿 嗷嗷嗷 天令舞动 狂风大作 一阵清光 冲天而起 王臣手持天令 便是仿佛圣人一般 暴力苍穹 去 一挥手 天令骚然一抖 嗡嗡 低沉的声音当中 传来龙吟虎啸之声 嗷嗷嗷嗷 下一刻 声音开始波浪壮阔起来 一道道虚影从天令当中飞出 轰轰轰 大地猛然颤抖 似乎在恐惧 在忌惮 转眼之间 天令之内 便是飞出了数百道的虚影直扑前方而去 目标 涛天大浪 目标 几家老者 天令 这一枚沉睡了不知道多少年月 这一枚真神的本命法宝 终于 要十个无尽岁月之后 在王臣的手中再次展现出那无上风光 第1637张天令显为 尘封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天令 在数日之前被王臣炼画出来 让天地变幻 他 甚至昭示着一个动乱时代的到来 而如今 炼画之后的天令 终于是要第一战了 王臣甚至能够感受到此刻天令之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浓郁的战役 还有兴奋 炼画之后带来的那种血肉相连的感觉 让王臣更是忍不住鲜血沸腾 一帆之间 便是无数光影飞出 一道道神龙冲天 演绎无穷无尽的华丽和霸道 那竟然是 数百道神龙虚影 每一道神龙 都有百丈长 威风凛凛 沙 在亥然之后 王臣手印一捏 沉生喝道 青光冲天神龙飞舞 数百条神龙交叉飞行 这一幕 何等的壮阔 何等的亥然 让人不由的瞪大了眼睛 山谷当中 此刻陷入到了死一般的沉寂之内 这 神龙 疯子 这是疯子才有的手段 天哪 极尽奢华的战斗 片刻之后 一阵阵惊叹声传来 一边是洪水滔天 大浪席卷 另外一边是神龙舞动 百龙齐线 这大能的手段 岂是寻常人能够对付 所有人都盯着这一幕 就连原杵战斗的机翼人 和江陈远都是忍不住看呆了一下 瞎眼了 没看出来 这兄弟 竟然是高手啊 撇撇嘴 江陈远面色怪异比说道 不过 很快的 他高兴了起来 嘿嘿 基翼人 这老家伙是你的护法吧 嘖嘖 今日 我们杀了他 看你还能如何嚣张 哈哈哈哈 江陈远兴奋的大笑了起来 而基翼人 则是面色铁青 想不到 因为一个驻地 不但是引来了江陈远 如今更是出现了如此一位青年才俊 全越六级的实力 固然是很强 但是 更强大的是他手中的那一枚权杖啊 召唤百龙 何等的强悍 这是何宝物 记忆人的眼中 闪烁着一道道异样的眼神 杀 场外的一切 王陈这一刻当然是不会去在意了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战斗当中 看着前方气势如天 狂派而来的大浪 他终于是大声喝道 轰轰轰 嗷嗷嗷嗷 神龙降天 数百条神龙下一刻在王陈的控制当中迎面扑了上去 毫无畏惧 这些神龙竟然是静止地冲入到了大浪之内 咆哮声震动九天 惊动黄泉 神龙在大浪当中肆无忌惮 视如破竹 哗啦啦 在神龙的冲击力之下 让人骇然的一幕出现了 那原本是不可挡的滔天大浪 此刻竟然节节败退 一点点地被化解而去 那大浪当中 无尽的洪水猛兽 却也是开始不断灭亡 惨叫连天 轰 终于 在一阵轰鸣声当中 大浪覆灭 消失无踪 仿佛从未出现 山谷 再一次恢复宁静 轰鸣声消失无踪 但是 那白条神龙却是依旧存在 并且 一往无前地朝着面色骇然的老者冲去 大浪 看着白条神龙破浪而来 那几家老者面色大变 连忙是再次舞动手中的小黄旗不断的释放大浪 轰轰轰 但是 一时间 却是轰鸣声不断 无穷无尽的大浪又算什么 白条神龙 誓不可挡 终于 破浪而出 他们冲到了老者的身前 轰轰 撞击声传来 一抹黄光漫天 那小黄旗被轰飞出去数百米距离 落在了几家五位之中 大浪 这一刻消失 扑吃 鲜血飘洒 摆龙旗飞 将几家老者包围其中 嗷嗷嗷嗷 神龙咆哮 鲜血不断的飞洒而出 那几家老者惨叫声撕心裂肺 不要 你敢 快些助手 一阵阵惊呼声在此刻传来 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不知道多少人 看着鲜家老者就要丧命百龙之中 鲜家之内 连忙冲出两道身影大声的喝道 同时 鲜一人也是惊呼出声 这老者 在鲜家地位也是不低啊 更是他的护法 岂能在此丧命 心惊之下 他连忙朝着王辰怒喝道 轰轰轰 下一刻 鲜一人 鲜家的两个老者 鲜家数十护卫同时出手朝着神龙轰去 轰鸣声不断 光芒冲天 极尽恐怖 终于 在数十人的联手当中 这百龙才算是被破解而开 而鲜家老者 此刻却是早已经浑身鲜血 恐怖不堪 他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 最终 却还是身受重伤 场面 一时间 沉默的恐怖 哈哈 兄弟 干得好 哈哈 就是可惜没有杀了这的老家伙 直到此刻 江陈远这才大笑着来到了王臣的身边说道 双眼看着王臣手中的天令 却是金光闪动 之前被轰飞的那可不是寻常的小黄旗 却是至宝 鲜家之内 五感小旗 分别演化天地五行 这便是其中之一 如此宝物 也只有鲜家之内 五个核心护法之人才能够掌控 但是 谁想到 以弦跃七级的实力 这个老者掌控水之旗 却还是在王臣面前战败 不过一招 而王臣的实力 也不过是弦跃六级罢了 这本身就有巨大的差距 这一枚天令 到底是何等的恐怖啊 不得不让人多注意两眼 天哪 他 胜利了 那鲜家老者失败了 竟然 这么快 这若不是鲜家之人出手的话 他丧命了吧 在沉默之后 山谷之内也是爆发出了一阵阵哗然声 鲜家 谁也没想到 今日 竟然看到了鲜家如此失败的一面 这个老者 在鲜家之内 显然身份不同寻常 但是 却是败给了一个无名之人 这让人能不震撼 更主要的是之前王臣展现出来的手段 太过霸道了 这给所有人留下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山谷内的哗然声让王臣这似乎才会过神来 看着手中的权杖 此刻的他都有一些诧异 胜利了 王臣心中不免震动 这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弦乐七级武者啊 要知道 就在不久之前 面对同样层次的藤家老祖 王臣可是仓皇逃窜 最后 那可是借助了葬身之地的特殊情况 才侥幸斩杀此人 而今日 王臣没有开启八门盾甲 没有开启血脉天赋 更没有使用朱雀烈焰和六道领域 甚至四方天映万鬼令 这些他都没有使用 但是他却是胜利了 仅仅两招如此简单 这让王臣都不由得震撼 全越六级的实力固然让他提升很多 但是不至于发生如此变化 王臣可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天令的强大 真神的本命神兵 这当真是无双啊 不过一招消耗接近三分之一的真元力 也当真是恐怖了 同时 王臣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这东西固然强大 但是 对真元力的损耗却是太过于恐怖了 这还是因为王臣练就了混沌之力的成果 混沌之力 十倍于真元力 饶是如此 依旧消耗接近三分之一的混沌之力 这 若不是没有转变混沌之力的话 那岂不是如今的王臣甚至无法使用这一枚天令 这让王臣不由得有一些汉颜 真神的兵器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使用的 看着手中的天令 王臣除了感慨之外 还有更多的期待 无穷的希望 天令 招式断然不止一招 刚才他施展出来的第一招 不过是如今悟出来的一招罢了 也是最简单的招式 后面 还有更多强大的招式在等待着他 若是能够彻底的掌控天令 敢问天下之间 还有谁能够与他争锋 年轻人 你过分了 正在王臣看着手中的天令 兴奋不已的时候 姬家确实不干了 姬家另外一个老者 冷冷的看着王臣横道 一句话 却是让场面的气氛再次变化 哼 小子 其我姬家无人吗 第二个老者也是沉声喝道 王臣之前的举动 不单单是胜利那么简单 更是打了姬家的脸 在数万武者面前 打了姬家的脸 这能饶恕 而且 他险些斩杀了姬家的一个护法 若不是他们出手阻止的话 现在已经不可挽回 这一切 足以让姬家愤怒 嘿嘿 姬家 听到两老者的话 将沉原冷笑了一声 哼 同时 王臣也是面色一朗 冷恒了一声 他 先动手 王臣看着两人冷淡地说道 若不是姬家老者率先动手 王臣也不至于动手 若不是姬家欺人太甚 他也不至于站出来 若不是姬家老者要杀他 他更不至于拿出天令 现在 姬家这是问罪吗 王臣不主动去惹麻烦 但是 却不代表他怕麻烦 这一刻 他不甘示弱地朝着两人看去 年轻人 风头太盛也不是什么好事 刚过硬责责 有一些人 不是你能够得罪得起的 逆着眼睛 看着王臣 为首的那个老者冷冷地说道 话音一顿 他继续说道 我姬家 威严不容侵犯 你的行为 已经触怒姬家了 老者一番话 可以说是已经有了定性 王臣 是他们姬家的敌人 这件事情 没有落幕 现在 甚至只是一个开始 第1638张身份败露 伴随着这两个老者站出来 场面却是一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这 看来只是一个开始了 原本议论纷纷的人群 在见到这一幕之后 却是逐渐的安静了下来 哈哈哈哈 姬家 好大的威严 打了就打了 你们想要动手 就来吧 站在王臣的身边 江臣源也是冷笑连连的横道 至于王臣 此时他则是面色冰朗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 却是可以看出来他的想法 他 他 不会退缩 哼 看到两人的态度 姬家的两个老者冷横了一声 好 很好 紧接着姬家的两个老者冷笑出声 上 下一刻 姬家老者一挥手 冷横道 随着他的冷横声传来 顿时只见站在他身后 所有的姬家人 远瞬间朝着山丘方向包围而来 哗啦啦 转眼之间 数十人冲出 江王臣和江臣源包围在了山丘之内 你们 这一下 看着眼前的一幕 姬一人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王臣也是瞳孔狠狠的收缩了一下 面色越发的清朗 周身之上 一股淡淡的杀气正在弥漫 这些姬家的人 不简单 全越级的强者便是有好几人 其中 那两个为首的老者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王臣其敢有丝毫的大意 哼 姬家 你们这是想要做什么 以都妻少麻 江臣源在愤怒之后 更是直勾勾的看着远处的两个老者和面无表情的姬一人冷横道 姬一人 有本事的话 你给我滚出来 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以都妻少 算什么本事 你们姬家 也就如此了吗 江臣源目不可遏 在江臣源的怒骂之下 姬一人的脸色微微变换了一下 姬家少爷 这件事情 与你无关 现在 希望你暂时让开 这是我们姬家与他的事情 面对姬陈源的愤怒 姬家捞着眼睛微微的瞇了一下 然后却是看着姬陈源缓缓地说道 他 目标却是直指王臣 没错 姬陈源 之前的事情 就此结果 现在 是我们姬家自己的事情 希望你不要插手 另外一个老者见到这一幕也是连忙补充道 听到他们的话 王臣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眼神却是越发的冰冷 来者不善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看着姬家众人 多处了一丝鄙夷的神情 嘿嘿 姬家 好大的威风 怎么 想要对付我兄弟 嘿嘿 我看你们是看上他手里的宝贝了吧 姬家 你们还要不要脸 姬陈源比较直接 冷笑连连地看着姬家的两个老者横道 到了这一刻 他 怎么可能猜不到这两人心中所想 他们不过也就是看上了王臣手中的权杖罢了 否则的话 何必如此兴师动众的 姬家 当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姬陈源赤裸裸的话语 直接戳穿了这姬家的墓地 顿时 让姬家所有人脸色变化了一下 尤其是为首的两个老者 面色都是一变 眼中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眼神 哼 姬陈源 看来你是不肯离去了 难道真以为我们姬家不敢杀你 姬家老者阴着脸 冷冷的问道 杀意十足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姬陈源直接这么说出他们心中所想 他们自然是有一种怒火冲天的感觉 哈哈哈 恼羞成怒了吗 要战便战 修要废话 你们姬家 不是一直都想要杀了我吗 现在 就不要假惺惺的了 想要我兄弟手中的宝贝 你们妄想 江陈源怒喝 好 很好 既然如此 那便收了你们两个 话已至此 没有继续说下去的必要了 杀 只见姬家的两个老者一挥手 便是沉声喝道 随着他们的话音落下 顿时周围数十个姬家人员纷纷朝着王臣等人扑去 这两个老者紧接着也是身形一闪 直逼而去 找死 看着这一幕 王臣此时的杀意冲天 他 很愤怒 这姬家 身为火镜国的大家族 也就是如此了 他们竟然为了自己手中的天令 做出如此事情来 这与流氓有何不同 如此小人 当杀 天龙将士 看着这些扑过来的人 王臣冷冷的喝道 话音落下 周身混沌之力滚滚涌入到了天令之内 轰 一股清光冲天 嗷嗷嗷 龙吟虎啸之声不绝于耳 诛天之上 此刻不知道出现了多少的神龙虚影 一股威严无比的气息 此时此刻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开 轻动每一个人的灵魂最深处 那种威严 让他们的血脉似乎都在颤抖 不好 见到这一幕 姬家的两个老者神色大变 之前这个宝贝施展出来的威力他们可是见到了啊 那可是脸弦跃七级的强者都无法抵挡 这 不好 退开 两个老者大声的喝道 同时 他们栖身而上 直奔王臣 想走 杀 嘴角挂着一丝嗜血的冷笑 王臣全杖一挥 天令所向 八方震动 轰隆隆 一阵阵轰鸣声这一刻蔓延而开 无穷无尽的神龙开始咆哮而出 嗷嗷嗷 数百上千条神龙 不过是在转眼之间便是直奔而出 扑向了前方的所有人 根本不给这些鸡家人员逃跑的机会 哈哈哈哈 兄弟 好样的 看我的 横扫千军 看着青龙横飞 肆虐而去的场面 站在王臣身边的江臣远神情大振 一声大笑 他的手中却是出现了一柄漆黑色的长棍 长棍悠悠 散发出一股深沉的黑光 在一声怒吼当中 长棍横扫而出 呼呼呼 赤不可挡 犹如猛虎下山 犹如万马奔腾 又犹如海浪席 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这些猛虎便是紧随着神龙之后朝着四面八方咆哮而去 轰隆隆 山谷震动 数千上万道光芒交织 清光 黑光 神龙 猛虎 那一股威延遮天盖地 谁与争锋 一道道裂缝出现 在如此战斗当中 无穷无尽的气势遮盖而去 让人心惊胆战 退 退开啊 惊呼声 怒吼声传来 鸡家的两个老者面色铁青 一身冷汗滑落 轰隆隆 但是 他们还是来不及制止 来不及让所有人推开 那神龙与猛虎的速度极快 转眼之间便是已经肆虐而开 一阵阵轰鸣声传来 一道道清光冲天 一声声惨叫声弥漫而开 鲜血飘洒 万物颤抖 休想啊 为首的鸡家老者面色铁青的怒吼出声 烈火滔天 不知道何时 为首的老者手中却也是出现了一柄小黄旗 这赫然与之前被王臣战败的老者手中的黄旗一模一样 五行旗 又是一柄黄旗 火属性 只见这的老者面色难看的猛然挥舞黄色的旗子 呼呼呼 狂风呼啸 一股股红光弥漫 千万道红光下一刻炸开 红色的光芒冲天 一转眼之间便是笼罩了天地 照亮了整个山谷 冲破了九霄 呼呼呼 大火蔓延 无穷无尽的猛兽出现在火海当中 这一头头猛兽势如破竹的朝着前方的神龙猛虎冲去 想要对抗 哼 休想 看着这些人还想抵倒 王臣面色一朗 一翻手之间 王臣手中却是出现了四方天应 直到这一刻 他顾不上隐藏身份了 天令 消耗混沌之力 着实厉害 他接连施展两次 此刻体内所剩下的混沌之力没有多少 支撑不起他接连施展天令的威严 想要冲出重围 消灭其家的这些人 王臣更是清楚 单单靠着如今的实力和天令的帮助 确实已经不够了 他需要更强大的战斗力 需要更霸道的杀伤力 既然如此 王臣便是只能祭出四方天应和万鬼令 鸡家 今日 王臣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至于身份暴露 顶多逃离这个山谷便是 现在 活着 消灭鸡家人员 这才是王臣的目的 练及此处 王臣面色一鸣 四方天应 去 混沌之力贯注 四方天应转眼之间化为一座大山 轰隆隆 在神龙 猛虎 万千猛兽当中 四方天应直接朝着鸡家人员干 再去 那一股威严却是无可抵挡 那一股力量却是让山川崩塌 万鬼听令 紧接着 手腕一翻 王臣寄出了万鬼令 呜呜呜呜呜呜 黑光弥漫 万鬼现身 转眼之间 转眼之间 整个山谷便是化为了就有地狱一般 不知道多少的恶鬼冲天而出 那一阵阵的呼啸的声音 让人毛骨悚然 这一刻 王臣一口气 却是将他收集的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恶鬼全部释放而出 恶鬼呼啸 阴风阵阵 声势惊人 啊 这是 不好 快点带小姐离开 四方天印轰下 让姬家的两个老者面色变得惊慌了起来 紧接着 更是看到万千恶鬼 更是让他们肝胆欲裂 他们眼珠子差一点瞪出来 王臣 他 他是王臣 四方天印 这是四方天印和万鬼令 看着四方天印碾压而下 转眼之间 那恐怖的气势便是率先碾压死了好几个姬家人员 看着那万千恶鬼转眼之间便是撕裂了好几个姬家人员 两个老者目自欲裂 王臣 这一刻 他们认出了王臣的身份 但是 却是太晚了 第1639章振折万人 这一刻 姬家的人已经认出了王臣的身份 但是 他们太晚了 四方天印已经碾压而下 万鬼已经扑出 在四方天印 万鬼 还有神龙和梦乎的当中 王臣与江臣远的攻势 数不可挡 他们一路碾压而去 通隆隆 山丘 终于在四方天印落下的时候崩溃了 无数尘埃飞起 漫天 无数恶鬼穿梭 狂笑 无尽的神龙肆虐 无尽的猛虎出击 那一片火海 逐渐的被泯灭 一阵阵惨叫声从当中发出 鲜血飘洒 血肉横飞 这场面 让所有人心惊胆战 这到底是何等的实力啊 竟然能够如此的肆虐 这又到底是何等的威严啊 竟然让姬家连连败退 轰 终于 在最后一股气势炸开之后 场面逐渐的归于平淡 狂风还在席卷 逐渐的带走了无尽的尘埃 之前的山丘 早已经是化为了一片废墟 王晨 将成员两个人的身形 渐渐的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他们两个人 犹如魔神一般奥利在场面当中 四周废墟 尘埃飞扬 但是 他们的身上却是不染一丝尘埃 扑吃 鲜血喷出 姬家老者的面色苍白 为首的那个老者身形一阵 朝着后方败退而去 他手中的小黄旗 不知道何时 确实多出了一道可怕的裂痕 这强悍无双的五行旗竟然破裂了 姬家之前数十人 此刻能够站在场内的不过寥寥七八人 之前恐怖的交锋当中 他们硬生生的被碾压掉了二十余人 但是 他们确实没有伤害到王臣分毫 思 看到这一幕 远处观战的数万人都是狠狠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之前的战斗 给他们带来的震撼着实是太大了一些 这 太 凶残了吧 王臣 没想到 他竟然就是王臣 天哪 王臣出现了 他与江臣远站在一起 这姬家 竟然落败了 一阵阵议论声传来 众人哗然 山谷当中 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四方天印 那就是四方天印吗 太凶猛了 面对四方天印 众人不由得神色变换 露出了震惊和恐惧的神色 这不愧是大魔留下的宝贝啊 一印记出 谁与争锋 不对 那权杖 到底是何物 竟然更是凶猛 是啊 那权杖更加强大 竟然 难道王臣在神魔府邸当中另有收获 想到王臣之前手中持有的那一枚权杖 众人更是面面相许 表情惊异不定 哈哈哈哈 姬家 还有什么本事施展出来吧 今天 面你们全部 众人哗然 江陈远却是热血沸腾 他大笑着吼道 一个对面交锋 转眼之间斩杀姬家数十人 他前所未有的兴奋和痛快 不可一世 自认无敌的姬家 他们也有着一天吗 江陈远 王臣 你们修妖畅狂 姬家老者面色猙獰 狼狈不堪的怒吼 这一次的交锋 他们颜面尽失 这让他们心中暮火滔天 嘿嘿 唱狂 就算唱狂 那又如何 今日 姬家所有人就不要走了 江陈远冷笑连连 杀 王臣则是简单的一个字 概括了所有 秋秋 身形一闪 王臣把门盾甲开启 血脉天赋开启 朱雀烈焰腾空 万鬼听令 一挥手 他挥五数万恶鬼 朝着两个姬家老者包围而去 四方天硬 手腕一抖 他再一次祭出了四方天硬 既然身份曝露 王臣再无顾忌 他大开杀戒 这些姬家的人 他没有打算放过 小辈 欺人太甚 姬家老者看着王臣公事再出 面色难看的怒吼 四方天硬 万鬼令 还有那权杖 都是绝世宝物 此等宝物 有能者居知 想要宝物的 跟我姬家一起杀了这两个贼子 眼神一闪 面对空前危机 姬家老者扯开了嗓门大声的怒吼道 他 想要借是 王臣的强悍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尤其是那一枚权杖 更是让他们心惊胆战 现在靠着姬家想要收拾掉王臣 显然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 他们想要召唤所有人的对付王臣 山谷之内 人员何止数万 如果这些人全部出手 任凭王臣实力通天 也只能印痕当场 插 四方天硬乃是大魔宝物 万鬼令可控万鬼 那权杖不弱四方天硬 在姬家老者的吼声当中 终于 人群涌动 不少人开始心动 也不知道暗中是谁一声怒吼 人群更是澎湃了起来 转眼之间 数百人朝着王臣直扑而来 该死的 不好 看着这一幕 江臣远暗呼不妙 小子 这样不行 这两个老混蛋 太无耻了 江臣远面色有一些难看 杀出去 改日再来取他们两人狗命 江臣远很快的有了决定 朝着王臣说道 走 看着四面八方 此刻不知道扑出的多少人 王臣也是面色变幻 他的实力就算再强 那又如何 面对这无尽的武者 他也无力对抗 小子 你用那权杖开路 万鬼护法 我来断后 咱们图围 江臣远与王臣说道 这个建议 让王臣迟疑了一下 不过很快的 他便是点了点头答应了江臣远的建议 虽然 如今混沌之力不支 但是 在归原丹的帮助之下 他还是恢复了不少 一番手之间 天令再现 神龙 混沌之力灌注而入 青光冲天 数百上千道青光 下一刻却是很快的释放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飞舞而去 一道道青光弥漫 一道道青光肆虐 无尽的恶鬼也是朝着四面八方扑去 王虎下山 后方 江臣远也是接连施展出强大的招式 一头头猛虎咆哮而出 王臣与江臣远两人相互掩护朝着外面突围而去 在两人恐怖的攻击当中 天地之间 血肉飘洒 不知道多少的血肉 这一刻横飞而出 那些为了宝物朝着两人扑来的舞者 一批又一批的倒下 血腥味 逐渐的遍布整个山谷 天空的月亮 似乎都被染红了 山谷之内 此时血流成河 横尸遍野 饺子 哪里走 最周边 眼看着王臣与江臣远就要突围 守在这边的降架老者怒吼道 身形一闪 便是撕碎了两天神龙 击溃了数百的乐鬼 直奔王臣而来 四方天应 但是 就在这个老者扑过来的一瞬间 王臣凭借着最后的混沌之力 骤然轰出四方天应 一座大山朝着老者 威压而去 咚 剧烈的撞击声迸发 老者身形一顿 下一刻张口之间喷出两口鲜血 不过是悬跃七级的实力罢了 在王臣这全力一击之下 在四方天应的霸道当中 他整个人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骨骼断裂 他周身上下 最起码有一二十根骨头直接化为粉碎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洞穿每一个人的耳膜 王臣一往无前 借助四方天应的鱼威朝着前方冲去 哈哈哈鸡家 看我的 这时候 看着剩余的鸡家人员 江陈远一声大小 手腕一翻 几道黑光射出 轰隆隆 轰鸣声不绝于耳 江陈远这家伙 却是直接丢出了四五枚的震天雷 这些震天雷威力巨大 虽然不足以斩杀鸡家所有人 但是震退他们 确实足够了 走 逼开了一条道路 王臣与江陈远不敢有丝毫的耽误 两人连忙用最快的速度 飞身射出 哈哈哈哈 小崽子们 想要灭我们 你们太嫩了一点 看我震天雷 身为江家子弟 或近国顶尖家族的成员 江陈远别的没有 难道震天雷还会少了 一口气 他便是丢出了十余眉的震天雷 轰鸣声不绝于耳 一个个震天雷炸开 一阵震惨叫声传来 却雾喷洒 鲜血漫天 此刻的山谷 被划为了救有地狱 此刻的江陈远便是杀神 在这些震天雷当中 带走了不下一二十个人的性命 呼呼呼 冲出山谷 耳边风声呼啸 王臣与江陈远一往无前我 朝着远处逃顿而去 身后 被震天雷避开河阻击的人们 等到震天雷威力散去 再来追击 却是已然太晚 王臣 江陈远 我鸡家不杀你们 是不甘休 眼看着王臣和江陈远身影融入到了黑幕当中 鸡家剩余的一个老者在后方犹如野兽一般的咆哮 他不甘心啊 鸡家 今日当真算是损失惨重 颜面尽失 数十人围攻王臣 结果反被袭击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如今所剩人员 寥寥无几 鸡家 何曾吃过如此大亏 尤其是在数万武者面前 这颜面何存 现在更是眼睁睁的看着王臣与江陈远逃顿 他们却是没有办法 追击 他们不敢 以王臣和江陈远之前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他们贸然追击 只是找死 失去了强大的战斗力 他们只能放弃 这更是让他们感觉到憋屈 不但是鸡家 后方那些追击王臣的人员们 又何尝不是怒火滔天 这么多人围剿王臣 却是让他跑了 眼睁睁的看着四方天印和万鬼令 还有那天令消失 这更是让不知道多少人不甘心 但是 想到王臣的战斗力 众人却是心中发冷 却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 今夜之战 王臣震动九天 震折万人 那一道身影已经深深的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第1640张豪气大放 王臣 我鸡家必定杀你 看着王臣身影消失在夜幕当中 山谷之内 这一刻 传来了今天的怒吼声 鸡家老者此刻的面色猙獰无比 跑了 竟然让王臣给跑了 这让他如何甘心 以王臣今夜表现出来的实力 如此让他逃走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祸患啊 想到这边 鸡家老者的面色更是难看到了几点 而此刻 面色难看的又何止是鸡家老者呢 鸡家其余人 尤其是鸡翼人 他的脸色更是难看 这丢的可是他的脸啊 除了鸡家的人员之外 在场的所有舞者 都是颇为后悔和遗憾 在场数万人 如今 却是隐生生的让王臣给逃了出去 这些人又何尝会甘心 想到四方天印 想到那万鬼令 想到更加强大的那一枚权杖 众人都是懊悔不已 这可都是逆天的宝贝啊 如今 却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 没有能够从王臣的身上将这些宝贝给留下来 绝对是最大的遗憾 尤其是看着山谷之内 留下的无尽尸骨 众人更是难免胆寒 这王臣的强大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王臣 没想到是他 在人群当中 此时却是有一道身影面色 复杂的看着王臣逃离的方向 难难的自语着 他 赫然就是柯颖 此时 柯颖的表情变幻 他低着头 微微抿着嘴唇 眼神却是有一些懊悔和飘忽 当初 若是没有错怪他的话 想到当初自己对王臣的错怪 柯颖的表情更是变幻不断 齐敖 只有王臣能够帮助我对付齐敖 能帮我父亲报仇 紧接着 柯颖却是眼中生出了一丝希望 他知道王臣与齐敖的关系 更知道齐敖对王臣的杀鸡是如何的虫 想到数日之前发生的事情 柯颖面色有一些苍白 他紧握着拳头 甚至 食指都变得苍白了起来 他的身躯 微微的颤抖 数日之前 齐敖突然发难 竟然背叛了苍楚郡 背叛了他的父亲 齐敖竟然联合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在那的夜幕之下席卷了整个城主府 若不是父亲以死抵挡 让自己逃出来的话 若不是自己身边一对忠诚的护卫队一路保护的话 如今的自己 哪里可能站在这边 而也正是为了保护自己 现如今 父亲生死不明 下落无踪 自己身边原先的十个护卫 如今只剩下了三个 其余的七个人全部隐命 现如今 城主府 苍龙城 苍楚郡 都落入到了齐敖的手中 往昔 一直被自己视为榜样 追逐的目标 一直被城主府 视为骄傲的齐敖 做出这样的事情 让柯营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如今的柯营 只剩下了仇恨 但是 他一个人是丹利宝 又能够如何 自身甚至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威胁 但是 今夜王晨强势的出现 却是让他看到了希望 天人之欲 王晨 我相信你一定会进去的吧 到时候 邪傲也会进去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柯营眼神闪烁着 他 喃喃自语 呼呼呼 耳边风声呼啸 夜幕之下 两道身影迅速闪动 犹如魅影 他们转眼之间融入夜幕 足足冲出了数十里之后 这两道身影终于是在一处山脚之下停下了脚步 呼 安全了 直到此时 常呼出一口气 江晨远这才松懈了下来 紧接着 想到之前的事情 江晨远却是骚然兴奋了起来 看着身边的王晨 他双眼放光 王晨 嘿嘿 没想到是你 江晨远来到了王晨的身前 很是好奇的看着他 嘖嘖嘖 没想到碰到你了 四方天印 果然是好东西 不过 你刚才的那一枚拳杖是什么 也是神魔府邸之内弄到的吗 天杀的 怎么好东西都跑到你那边去了 我当初怎么就没有去神魔府邸啊 想到刚才王晨大发神威 杀戮四方的模样 江晨远那是一个哀嚎 尤其是说到四方天印和那一枚天令的时候 他更是双眼放光 无论是四方天印还是那一枚天令 又或者是那一枚恐怖的万鬼令 那可都是爵士的好东西啊 这样的东西 怎么能够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呢 这简直就是逆天了 听着江晨远在一边的哀嚎 王晨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一眼 然后静止转身朝着元楚走去 他懒得理会这个家伙 唉 别啊 怎么不理我了 你 看到王晨转身就要离开 江晨远着急了 他一下子追上了王晨的脚步 来到他的身边 你要做什么 看着身边追上来的江晨远 王晨眉头一皱问道 嘿嘿 一起啊 现在 咱们可是同病相连了 明天还不知道多少人要追杀我们呢 尤其是那基家 今天他们可是吃了大亏了 哈哈哈哈 不过 杀得很爽 要不然 咱们今天返回幽州去 杀他基家一百遍 江晨远双眼放光 翻了翻白眼 王晨直接无视这家伙的话 不过 眉头却是隐约地皱了皱 身份曝露 这确实是一个麻烦 风雨来临 明日 必然是一场狂风暴雨吧 唉 别走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想去幽州吗 也是 现在天人之域就要开启了 要不然咱们等到天人之域回来之后 再去杀他基家一百遍吧 看到王晨就要离去 江晨远连忙再次跟上 不过 明天可是有不小的麻烦呢 嘿嘿 今晚 咱们造成的轰动太大了 不过 我喜欢 嘎嘎嘎 也不知道基家的那些老家伙 会不会发疯 江晨远迎荡的大笑了起来 只可惜没有将那个基家的小妞给带出来 要不然保证他们抓狂 听说那小妞可是基家一宝 天赋超群 实力强悍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今日他未曾出手 否则的话 我们肯定没有这么简单的杀出来 江晨远疑惑的自语道 基家小姐 王晨注意了一下 那基家小姐当真天赋无双 实力超群吗 那她为何又没有出手 王晨忍不住多看了一眼江晨远 嘿 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不要这么无趣啊 说句话行不行 一人自言自语 王晨却是一直保持沉默 面色冰朗 江晨远忍不住郁闷地说道 好了 算我怕你了 不说就不说吧 那啥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被王晨冷冷地扫了一眼 江晨远颇为无奈比说道 碰到这么一个铁疙瘩 也算是无语了 一点风趣都没有 哼 哪天我将基家小妞摆在你面前 看你还能不能舞动于衷 江晨远撇撇嘴 然后 就这么地跟在王晨的身边 显然 这家伙是没有打算就此分道扬镳 看着江晨远一脸郁闷地跟在自己身边 王晨眼神闪烁了一下 心中却是忍不住一声叹息 狂人 在这家伙身上 王晨看到了狂人的身影 不知道如今的狂人 如何了 像干堪呢 还有柳心妍 紫兰 可儿 他们有事如何了 另外大哥如今身在何处 东方牛豪前辈呢 还有很多很多 此时此刻 王晨却是突然有了一种思念的情绪 他 想家了 不知不觉当中 过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不知道这些人如今过得如何 很快就要见面了吧 紧接着叹息一声 王晨却是突然说道 天下眼看着就要发生巨变 他 必然返回天玄大陆 到时候肯定会相见吧 天人之欲 在何处开启 出回思绪 看着身边的江晨远 王晨询问道 恩 这你都不知道 不会吧 天哪 你到底是谁 王晨的问题 让江晨远一愣 他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额头叫道 当然是火城之内 魔界一共有三个地方能够进入天人之域 三国帝都都有入口 我火进国入口自然就在火城之内 传言当中 便是在皇宫之前 存在一个巨大阵法 到时候 阵法开启 直接进入其中就是 将陈元补充道 火城之内 王晨面色严肃了起来 眉头皱得更紧 身份曝露 他想要进入火城谈何容易 其中强者更是如云 嘿嘿 你担心了 放心 火城之内 绝对安全 没有人敢出手 至于进入火城 哈哈 这件事情交给我 保证我们安全进入火城 至于天人之域当中 可能会遇到不小的危险 但是 到时候我们直接碾压过去就是 但是 又有何惧 你的天令 四方天印 万鬼令 这些可都不是摆着看的 何况 还有我 哈哈 到时候杀那些人一百遍 江陈远豪气大放 对于王晨担忧 他信誓旦旦 却是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担心 他 已经有了准备 看着身边自信满满的江陈远 王晨心中那一丝担心 却是逐渐的消失 他的嘴角总算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家伙 果然是与狂人一路人啊 但是 也正是因为他的影响 王晨却是不再多想这件事情 看着远方 这一刻 王晨的眼神变得凌厉了起来 一丝杀鸡隐隐闪动 正如江陈远所说 若是实在不行 那便是碾压又如何 既然杀戮来临 那便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身份的束缚失去 他终于是决定大展手脚 我还要不要 那便是决定大展手 我还要不要 我还要不要